好,继续往下看这一段,前边苏秦介绍了韩国的一些盛产的名剑,还有名脊,接下来往下读当敌则斩,也就是说你韩国生产这么多的锋利的武器,一旦遇到敌人,那么就可以斩断敌人,就可以杀掉敌人,肩甲,铁木,肩甲不用翻译,就是指那种肩利的铠甲, 这里的铁木是有特殊说法的,铁一般也是一种保护身体的装备,通常这种装备是缠在小腿跟小臂上边,主要起一个保护的作用,而这个木主要是一种面具, 我们都看过那个电影佐罗,那个佐罗呢,戴的那个面具差不多,就类似于是这种木,所以叫合起来叫铁木,葛绝伐瑞,后边这两个字呢,是读伐瑞,也是指装备,葛呢,一般是指弓箭手,左臂上戴的那个皮套袖, 一般来说呢,一个射箭的人,他都是左手拿着弓,右手去拉那个剑弦,那个剑弦呢,拉满了之后,然后一松手,那剑弦呢,就弹回去了,弹回去之后呢,有的时候会打到那个左臂, 所以呢,就用这种皮套袖呢,来把这个小臂呢,来保护一下,这叫隔,那么绝呢,就是指,那个右手手指上戴的那种射箭用的扳指, 这个绝字呢,也可以写成是玉字旁,加一个绝,或者是王字旁,加一个绝字的右边的那部分, 在古代呢,这种东西,有的时候是用象牙做的,有的时候呢,是用金属做的,材料呢,也不一样, 所以这种东西呢,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农村的那种,阿姨做衣服的时候,用的那种顶针, 有点跟这个是有点像的,因为拉弓弦呢,他必须得借助这种东西, 如果只是用手指头去拉的话,那时间长了,会把这个手指头呢,会这个拉伤掉, 那么带了这样一个绝,就起到呢,这个拉弓弦的这样一个作用, 伐跟锐呢,听起来是挺复杂,实际上呢,也比较简单, 伐呢,就是盾牌,而这个锐呢,就是系在盾牌上边的一条兽带, 可能是方便,这个士兵呢,去携带这个盾牌, 这盾牌呢,在作战的时候,肯定是要用手拿着的, 那么在行军的时候呢,他可以背在自己的身体后边, 所以这个锐呢,他就起这样一个作用, 那这里边呢,实际上介绍的都是韩国产的这些武器装备, 这些装备呢,除了前边说的那些, 各个不同的地方产的剑跟脊以外, 其实呢,还包括肩甲,还包括铁木,包括葛绝, 还有法瑞,无补必具,必呢,是兜, 具呢,是具备,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这些东西呢, 全部都有,以韩族之勇, 劈肩甲,执禁弩,带利剑, 一人当白,不足言也, 那么凭借韩国士兵的勇猛, 他们披着尖甲,也就是尖硬的铠甲, 执,禁弩,这里的执呢,就是指用脚踩, 用脚踩着这个禁弩, 执本来的意思呢,是脚掌, 但是在这里呢,他应该是动词用, 是踩着这个禁弩, 因为这个禁弩呢,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, 要想这个上弦的话, 必须得用脚踩,用胳膊拉,是拉不动的, 戴利剑,戴呢,就是佩戴, 佩戴着这个锋利的武器, 也就是剑脊, 一人当白,一个士兵可以当一百个用, 或者可以理解成, 一个士兵可以抵挡对方一百个人, 不足言也,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不在话下, 扶,以韩之禁, 与大王之贤, 扶呢,是发语词, 也就是凭着韩国士兵的勇猛, 还有大王您的贤德, 乃西面是秦, 您呢,西面, 也就是面向西, 去侍奉秦国, 交臂而服, 交臂呢,就是指拱手, 我们现在人见面之后呢, 通常都比较客气, 把这个双手呢, 举起来一抱拳, 叫交臂, 这里边有一个小细节呢, 可能大家需要注意一下, 也就是我们在抱拳的时候呢, 通常都是左手压在右手的上边, 这个呢, 一般是表示问候, 表示客气, 但是如果把右手压在左手的上边的话, 那一般是抱丧了, 也就是家里边有了死人, 人家别人来吊咽, 那么抱拳的时候呢, 通常都是把右手放在上边, 所以这里边呢, 多说一句啊, 交臂而服, 也就是抱拳, 而服侍秦国, 修设计而为天下孝, 修设计呢, 就是给设计国家带来了耻辱, 让天下人呢, 都耻孝您, 无大欲辞者已,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了, 事故就是因此, 希望大王您仔细的考虑一下, 而且呢, 他又说了, 大王侍秦, 您呢, 侍奉秦国, 秦必求一阳, 成高, 那么秦国呢, 一定会跟你要, 这个一阳跟成高, 这两个地方, 一阳呢, 就是指河南省的一阳县, 成高就是指现在今天的河南省的行阳那一带, 金姿孝之, 孝呢, 就是奉送送给, 今年你要是把这两块地儿给了秦国, 那么明年他还得跟你要, 又妇求割地, 妇呢, 是又, 鱼则无地以己之, 你要是给他吧, 你已经没有什么多余的地在给他了, 可是呢, 你要是不给他吧, 则弃前功而受厚货, 那么等于你前边送给他的那些土地都白费了, 而且呢, 还受厚货, 秦国呢, 对你也不会客气的, 而且大王之地有尽, 而秦之求无矣, 而且呢, 大王您的土地是有尽头的, 它是有一定的数量的, 但是呢, 秦国他的要求可是没有停止的, 这种贪婪的欲望永无止境, 以有尽之地, 凭借您有尽头的, 或者是有一定数量的这个土地来满足, 这里的逆呢, 可以理解成是满足, 或者是应对, 来应对那个没有尽头的要求, 那种欲求, 这就是所说的, 是怨截获者也, 是呢, 是买, 怨呢, 是恨, 截获也是一个意思, 这就等于是您用您的土地去买怨恨, 去跟秦国截获了, 不占而地已消矣, 你不用打, 这个地呢, 也就是你的土地面积已经减少了, 消呢, 就是指被砍掉了, 陈文彼言曰, 我听说俗语, 有这样一句话, 彼言呢, 可以理解成是俗语, 彼是和都相对的, 是指呢, 在这个都城外围的那些郊区, 或者是广大的农田, 那些地方呢, 都叫彼, 也就是在农村当中流行起来的这种俗语, 或者是谚语, 说宁为鸡口, 吾为牛后, 这句话呢, 比较好理解,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宁做鸡头, 不做凤尾, 有这样同样的意思, 也就是说宁可做鸡的这个嘴, 也不要做牛的屁股, 这里的后呢, 是屁股, 有人解释呢, 说为什么这样讲呢, 是因为鸡嘴虽然比较小, 但是他是往里吃东西的, 牛的屁股呢, 虽然大, 但是他是往处拉粪的, 所以呢, 这个鸡口肯定是比牛厚, 也就是比牛的屁股要好, 所以这个比喻也是非常的形象啊, 今西面交臂而沉事情, 现在呢, 您面向西, 拱手去以臣子的身份, 侍奉秦国, 何以与牛厚乎, 跟那个牛屁股有什么两样吗, 而且以大王您的贤德, 邪强寒之兵, 邪呢, 可以理解成是拥有, 强寒之兵呢, 就是指韩国强大的武装力量, 而有牛厚之名, 但是呢, 却让人一提, 说你韩国是一个牛屁股, 这多难听啊, 所以呢, 我私自的为大王您, 为这件事感到羞耻, 为大王您, 西式秦而蒙羞, 于是韩王勃然作色, 这个韩王呢, 被苏秦给忽悠起来了, 脸色呢, 也变了, 攘臂称慕, 攘臂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那种撸胳膊, 挽袖子, 称慕呢, 就是把眼睛也瞪大了, 那眼珠子差不多都能掉出来, 表示呢, 就是非常的气愤, 手里按着宝剑, 仰天叹息, 太息呢, 就是叹息,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, 他说寡人虽不孝, 我这个人呢, 虽然没什么才能, 必不能侍秦, 我一定不能侍奉秦国, 现在主君, 主君呢, 就是指苏秦, 是对苏秦的一种尊称, 赵以赵王之教, 后边那个赵王之教呢, 就是指赵王的教令, 或者是教训, 以呢, 是用, 也就是用赵王的教令, 来命令我, 前边那个赵呢, 就是指命令, 当然在这个赵字后边呢, 应该再加一个之, 也就是我的意思, 今主君赵之, 以赵王之教, 那这样呢, 就比较通顺了, 敬奉社稷以从, 奉呢, 就是捧, 我这个韩国的国王, 尊敬的, 恭敬的, 捧着我的国家, 也就是率领我的国家, 来听从你, 又遂, 魏湘王约, 那么完成了, 对韩国的国君的忽悠, 这件任务之后呢, 苏秦马上又来到了魏国, 说服魏湘王, 魏湘王呢, 也叫梁湘王, 他是魏惠王的儿子, 大王之地, 南有鸿沟, 臣, 汝南, 许, 燕, 昆阳, 少陵, 武阳, 新都, 新七, 这里边呢, 提到了一大堆的地名啊, 首先呢, 先是把这个魏国的国界, 确定下来, 说大王, 您所拥有的土地, 在南边呢, 有鸿沟, 这个鸿沟呢, 是魏惠王, 也就是魏湘王的老爹啊, 开凿的一条运河的名, 这条运河呢, 非常有名啊, 他西呢, 起自今天的河南省行阳北边的那个黄河, 往东流, 流到了今天河南省开封市的东北, 然后呢, 再往南流, 流经淮阳啊, 然后最后进入到了盈水, 盈水呢, 是淮水的啊, 一个支流, 所以呢, 他等于是沟通了黄河跟淮水之间的这样一条人工的运河, 这条运河呢, 他之所以有名, 是因为后来这个刘邦跟项羽在这个争夺天下的时候, 那么这个项羽跟刘邦呢, 就是达成了一个协议, 就是以这条鸿沟为界, 西边呢, 是归刘邦馆, 东边呢, 是归项羽馆, 当然呢, 最后刘邦是撕毁了这个协定, 因为当时刘邦呢, 被项羽给挤兑的没办法了, 所以呢, 他只能提出这样一个暂缓的计策, 没想到呢, 项羽这个人比较时尚, 最后呢, 也听信了刘邦的这个鬼话, 刘邦呢, 把这个项羽支跑了之后呢, 他得到了喘息之机, 最后呢, 把项羽给干掉了, 所以这条鸿沟呢, 它是非常有名的, 现在呢, 应该只剩下故道了, 可能这个水呢, 已经没有了, 这是鸿沟, 陈呢, 是指今天的河南省的淮阳, 这个地方呢, 原来在春秋的时候, 是陈国的所在地, 汝南, 汝南呢, 是在汝水的南岸, 这个汝南呢, 是一个地区的名, 它是一片地方, 并不是指具体的某一个城市, 大致的范围呢, 相当于是今天, 河南省的宝峰, 鲁山, 还有平顶山这一带, 因为这些地方呢, 都在汝水的南岸, 还有许, 许呢, 在春秋的时候, 也是许国, 它的这个地点呢, 是在今天呢, 河南省的许昌, 这个地方呢, 在三国时期, 曾经呢, 被曹操作为是这个首都, 燕呢, 就是指今天呢, 河南省的衍城的西南, 还有昆阳, 昆阳呢, 就是今天河南省的设县, 还有少陵, 少陵呢, 是今天河南省罗河市的东北边的那一块地方, 还有武阳, 武阳呢, 就是今天河南省武阳的西北, 还有新都, 新都呢, 就是今天河南省新野的东边, 还有新七, 新七呢, 应该是今天安徽省泰河县的西北, 这个地方呢, 应该是属于楚国的, 不应该是属于魏国的, 这些呢, 都是魏国南边的这个土地的地界, 而东边呢, 有淮, 淮, 竹枣, 无虚, 淮就是指淮水, 淮, 也就是淮水, 这是两条水啊, 淮水呢, 这个水非常有名, 应该是我国南北方的分界线, 淮河以北呢, 属于北方, 淮河以南呢, 是属于南方, 这个淮河呢, 它是起源于河南的铜柏山, 然后呢, 一直就往东走, 经过这个安徽的凤台, 连泵部, 一直到江苏, 从江苏那个地方呢, 就入海了, 淮水呢, 应该是淮水的一条支流, 它的起源呢, 是在河南省登峰的西南, 最后呢, 它是进入到了淮河, 所以它是淮河的一条支流, 竹枣, 竹枣呢, 是一个县的名字, 地点呢, 是在今天山东省东明的南边, 还有吴须, 吴须这个地方呢, 有点搞不清楚, 有人说这个地方叫肃须口, 也就是今天河南省华县的西南, 也有人说呢, 这个吴须是在今天河南省商水县的东南, 总而言之呢, 它也是一个地方, 西边呢, 有长城之界, 我们现在一提起来长城呢, 可能脑海当中映出的这个印象啊, 就是指秦国修建的那个北边的长城, 包括后来在明朝的时候重新修了啊, 这个万里长城啊, 实际上在战国期间, 这个长城是有很多段的, 各个不同的诸侯国和这个其他诸侯国之间, 都是根据帝氏修了很多不同段的这个长城, 那他这里边说的长城呢, 应该是指两段, 一段的是处于韩国跟魏国之间的一小段长城, 这段长城呢, 它北边是起字卷线, 然后往东走到原阳, 最后呢, 是到郑州市南边为止, 另外一段呢, 它是指魏国跟秦国之间的一段长城, 它南起话音的西南, 然后往北行京城城落川, 一直到甘泉的西南这个地方为止, 这些呢, 都是根据谭其乡先生的那个历史地图集来确定下来的, 所以叫西有长城, 北有河外卷, 烟, 酸枣, 地方千里, 这里边的河外呢, 应该是指黄河下游的北岸的那一段, 卷呢, 就是卷线, 地点呢, 是在今天河南省原阳县的西南, 烟呢, 也是一个县名, 在今天的郑州市的北边, 还有酸枣, 酸枣呢, 也是一个县, 地点呢, 在今天河南省原阳的东北, 地方千里, 是指卫国的土地面积达到了千里, 地名随小, 名呢, 是指名义上, 表面上, 也就是从表面上看, 卫国呢, 虽然土地面积不大, 也就是千里, 然而呢, 这个田舍卢屋之树曾无所除木, 田舍卢屋, 这些呢, 都是指居民的屋舍, 那个卢呢, 就是指盖在田间的那个小房子, 乌呢, 也是一种小房子, 也是盖在田间的, 反正这里呢, 就范指是居民的屋舍, 这些屋舍呢, 既包括这个村庄的, 也包括这个田间的那些小窝盆之类的房子, 都算在内, 树呢, 在这里应该是密集的意思, 也就是卫国所拥有的这些民间的田舍, 那些房子是非常密集的, 表明人口是非常多的, 密集到什么程度呢, 曾无所除木, 也就是都没有地方去割, 喂牲口的草, 那个除呢, 就是指牲口吃的那个草料, 木呢, 就是指放木, 也就是因为这个居民呢, 住的太繁愁, 太密了, 所以呢, 这个牛羊所吃的那个草, 包括他们放木的那些地方, 都没有了, 都被人给占领了, 说明卫国的人口呢, 是非常多的, 虽然你土地面积不大, 但是你人口特别多, 后边呢, 他也提到了说人民之众啊, 你所拥有的人口非常多, 车马之多, 车马也不少, 日夜行不绝, 在路上这个车马日日夜夜的往来不绝, 轰轰音音啊, 这两个呢, 应该是个相声词, 是指那个车马在这个路上行走的时候, 发出来的那种轰轰的声音, 若有三军之众, 因为行人太多, 车马太多, 所以大家在路上走的时候呢, 轰轰隆隆的直响, 所以听起来呢, 就好像三军在这个路上行走是一样的, 三军呢, 就是指一个国家的这个军队的总数, 臣妾梁大王之国不下楚, 我呢, 私自的估计了一下, 梁呢, 是估计大王您的国家不下楚, 也就是不在楚之下, 这里的不在楚之下呢, 是指国力跟楚国相比, 你是不弱的, 然横人处王交强虎狼之下, 这句话呢, 听起来特别扭, 交强虎狼之琴, 应该改成是交虎狼之强琴, 以亲天下, 那就比较顺了, 也就说这些主张连横的游岁之客, 处王, 处呢, 是吓唬威胁, 恫吓的意思, 也就是吓唬大王您, 让您呢, 交虎狼之强琴, 像虎狼一样的强琴, 就是秦国来侵略天下, 足有秦幻, 足呢, 是通促, 就是在这个足字的左边, 再加一个反犬旁, 那个字呢, 读促, 它本来呢, 是指突然的意思, 但是呢, 在这里可以理解成是一旦, 说一旦有秦幻,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, 说魏国一旦要是遭到秦国的攻击的话, 不顾其祸, 那这些连横的人就不会再去管你魏国的事了, 他们呢, 在旁边看热闹, 就会对你魏国所遭到的攻击, 是袖手不管的, 福邪强琴之士, 以内劫其主, 福呢, 是发语词, 邪是借助, 借助强琴的国士, 以内劫其主, 对内呢, 来胁迫这个国家的主人, 也就是君主, 罪无过辞者, 罪过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, 魏国是天下之强国也, 大王, 您是天下的贤王也, 您是天下的贤王, 今来有意西面而视秦, 现在呢, 您却有意面向西, 去侍奉秦国, 称东藩, 这个称东藩呢, 就是指你魏国虽然很大, 国力很强, 但你自称是秦国东部的藩臣, 驻地公, 驻地公呢, 就是指魏秦国来住一个公室, 等着这个秦国呢, 来寻守的时候住在这里, 那么寻守呢, 一般来讲都是上级到下级那个地方去视察, 在古代呢, 叫寻守, 所以呢, 在这个孟子里边不是讲吗, 天子誓诸侯曰寻守, 寻守者寻所守也, 诸侯朝于天子曰树职, 树职者树所职也, 也就是这个诸侯国, 他是朝见周天子的时候, 那个就不能叫寻守了, 那个叫树职, 所以这里边呢, 他用了一个词叫这个啊, 驻地公, 也就等于呢, 让这个你魏国在你国独的旁边, 也就是你魏国首都大梁这个地方, 住一个地公, 这个地呢, 当然肯定不是指你魏国的国君了, 肯定是指秦国的国君, 你住这样一个宫殿, 等着秦国的国君来视察的时候, 住在这个地方, 表明了你魏国以臣子的身份, 来侍奉秦国, 受灌代, 受呢, 是指接受, 接受秦国给你的这个封赠, 给你的那些灌跟代, 都是秦国赐给你的, 这个也等于是上级, 赐给下级的这种赏赐, 辞春秋, 辞呢, 就是指祭祀, 帮助秦国来祭祀, 那怎么帮助秦国祭祀呢, 就是在春秋两季的时候, 秦国人呢, 可能要祭祀自己的祖先, 也可能祭天祭地, 那么这些祭品, 都是由你们这些臣子的国家, 来供奉的, 所以叫慈春秋, 这些呢, 都是一个臣子对上级的所作所为, 臣妾为大王, 耻之, 我确实为您感到这个羞辱啊, 这个耻呢, 就是指耻辱, 陈文岳王勾建, 战弊族三千人, 秦夫差于甘随, 我听说, 岳王勾建, 带领他手下残破不全的这些士族, 一共是三千人, 跟吴国人作战, 帝族呢, 就是指那些疲惫之兵, 当然这个疲惫之兵呢, 跟人家这个精兵相比而言, 那是非常不堪一击的, 但即便如此, 岳王勾建, 也能够用自己手下的这些疲惫之族, 与吴王夫差能够决一死战, 最后呢, 还能够把夫差呢, 能够勤于马下, 当然呢, 这个苏秦说这个话的时候呢, 也是带有忽悠的成分, 当时岳王勾建, 跟吴王夫差在打的时候呢, 绝对不仅仅是这三千人, 而且也绝不仅仅是残破之族, 当时岳王勾建的这个手下的士族, 战斗力还是非常强的, 但是苏秦呢, 故意这么说, 其实呢, 就是有忽悠的成分, 秦夫差, 这里的秦呢, 是通那个秦拿的秦, 就是在这个字的旁边, 再加一个提手旁, 甘随是一个古城市的名, 地点是在今天江苏省苏州市西北的, 那个地方有一个山叫阳山, 是在那个阳山的脚下, 把这个夫差呢, 给抓到了, 武王足三千人, 周武王呢, 率领三千的这个战族, 葛车三百胜, 葛车呢, 就是冰车, 因为这个冰车呢, 它外边都是包着那个动物的皮葛的, 所以叫葛车, 一共是三百辆, 智昼于木野, 这个呢, 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木野之战, 木野呢, 是在今天河南省齐县的西南, 当时呢, 这个商咒王的国都, 朝歌就是今天的河南省的齐县, 所以周武王呢, 是在这个朝歌的郊外, 在木野这个地方, 把这个商咒王呢, 给打败了, 起其士族重灾, 这里边就问了一句话, 说难道是他们所拥有的士族, 人数很多吗, 成能奋其威也, 那言外之意呢, 这答案是, 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士族多, 更主要的是因为, 成呢, 是确实, 确实能够奋其威, 奋其威呢, 就是能够发挥他手下, 这些士族的战斗力, 所以最后呢, 他们才能赢, 金切文大王之族, 现在呢, 我听说, 大王您所拥有的这个士族, 武士二十万, 拥有武士二十万, 仓头二十万, 仓头呢, 也是一种啊, 这个兵种, 当时呢, 这种兵种, 是用那种青色的头巾, 裹着这个脑袋, 看起来呢, 明显跟其他的那些人就不一样, 所以这些人呢, 叫仓头, 应该也是战斗力非常强的, 一支军队, 奋机二十万, 奋机呢, 也是一个兵种, 听这个名字呢, 也能看出来, 这个兵种呢, 也是非常这个骁勇善战的, 司徒十万, 这个司徒呢, 就不是正规军了, 应该是那种这个后勤人员, 比如给这个军队喂马, 或者是呢, 到一个地方之后临时搭帐篷等等, 他们主要是呢, 后边的那个后勤人员, 但是不排除呢, 这个前线的战士, 如果要是打光了, 人呢, 打的也差不多了, 可能这些司徒, 也就是这些这个后勤人员呢, 也会顶上去, 去参与作战, 只不过呢,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看成是预备役, 这部分人呢, 也有十万人之中, 所以呢, 这样一算, 你这个卫国的兵, 确实人数是非常多的, 武士二十万, 加上舱头二十万, 这就四十万了, 奋机二十万, 这就六十万了, 再加上这个预备役司徒, 一共是十万, 这就七十万了, 再加上战车六百胜, G五千匹, G呢, 就是战马, 战马呢, 一共有五千匹, 此其过岳王勾剑, 武王援矣, 也就是这个数量, 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当年, 岳王勾剑所拥有的这个军队的人数, 还有周武王所拥有的那个士族的人数, 今来听于群臣之说, 而遇陈世琴, 现在您手里拥有这样强大的武器, 却听从于你手下的那些大臣的胡说八道, 想向西面, 侍奉秦国, 遇陈世琴啊, 就是以臣子的身份, 侍奉秦国, 服侍秦必割地以孝时, 你要侍奉秦国, 把秦国当老大的话, 你必须得拿出点真玩意儿, 你得把这个土地割给秦国, 来证明你确实是时心时意的跟着秦国老大走的, 要不然秦国也不会相信你, 故兵未用, 而国已亏矣,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, 这个战争还没等打起来呢, 你的国家就已经亏空了, 因为你的土地呢, 已经割给别人了, 凡群臣之言, 是秦者, 凡是在你的大臣当中, 如果有谁要说, 一定要让您侍奉秦国, 那么不用问, 这些人肯定都是奸人, 非忠臣也, 他们并不是您的忠臣, 服为人臣, 割其主之地, 以求外交, 作为别人的大臣, 割掉他们主人的土地, 以求外交, 就是向外来结交秦国, 偷取一时之功, 偷呢是苟且, 这里不是偷东西的偷啊, 是苟且, 也就是只雇眼前利益, 叫偷, 在那个论语里面不是有句话吗, 叫雇旧不宜, 责民不偷, 那么老百姓呢, 也不会只雇眼前的利益, 偷取一时之功, 也就是他们只雇眼前的利益, 一时之功呢, 就是指眼前的这个功劳, 而不顾其后, 至于后边发生了什么事, 这个国家死活,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, 所以这些都不是他们考虑的, 破公家而成私门, 破公家就是毁公家, 损公匪私, 损害国家, 而成私门, 来成就自己私人的利益, 外邪秦之士, 对外呢, 邪强秦之士, 邪呢可以理解成是凭借, 凭借秦国的国事, 以内劫其主, 来这个威胁自己的主人, 以求割地, 让这个主人的割地给秦国, 愿大王熟察之, 希望您大王还是要仔细的去观察一下, 是不是有这样的臣子, 周书曰, 绵绵不绝, 慢慢奈何, 毫毛不乏, 将用辅刻, 这四句诗呢, 这个意思是比较好理解的, 绵绵是指细微的样子, 慢慢呢, 是指长大的这个样子, 那么这句诗呢, 是讲说这个小苗, 在小的时候, 在细微的时候, 你要是不把它断绝掉, 那么等它长大之后, 会怎么办呢, 毫毛不乏, 将用辅刻, 也是同样的意思, 毫毛呢, 就是指这个植物还是比较小的时候, 你要是不把它除掉, 这里的阀呢, 可以理解成是拔, 也可以理解成是砍, 就是在它小的时候, 你要不轻易的把它处理掉的话, 那么等它长大之后, 将用辅刻, 等长成了, 你就得用斧子砍了, 那到那个时候为止呢, 这个事情可能处理起来, 就比较吃力了, 所以他这句话的意思, 其实就是讲, 要趁着这个东西, 还没有长成的时候呢, 就赶紧先把它处理掉, 前率不定, 后有大患, 前率不定呢, 可以理解成是率不前定, 率呢, 就是指主意, 这个主意, 如果不提前确定下来的话, 那么等发展到后边的时候, 一定会有大的祸患的, 将耐之河, 那到那个时候为止, 那还能怎么办呢, 大王诚能听臣, 诚是确实, 大王您, 如果确实能听我的话的话, 六国纵亲, 从那是纵, 六个国家联合起来, 亲成一家, 专心病例一亿, 就是专心一亿病例, 大家呢, 心往一处, 用劲儿往一处使, 那么我们六个国家, 形成一个军事同盟, 制定一个军事约定, 对付西边的那个强秦, 我们就有办法了, 则必无强秦之患, 也就是秦国对我们六个国家, 就不会造成什么威胁了, 故毕翼赵王使臣笑于记, 因此, 毕翼赵王, 就是指我们赵国的赵王, 派我苏秦奉献我自己的愚蠢的计谋, 当然这里边是谦虚的说法, 因为苏秦呢, 他出使是代表赵国出使的, 所以他的口气呢, 都是以赵国作为自己的本国, 所以称赵国为毕翼, 奉明约, 奉着这个先明的约定, 当然这个约定呢, 就是指军事约定, 也就是指我们赵国将要遵从你魏王的指令, 在大王之赵, 赵之, 在是在于, 就在于大王您下赵, 来给我们发布命令了, 前面那个赵呢, 是名词, 就是指大王您的命令, 后边那个赵呢, 是动词, 就是下命令, 来命令我们, 魏王一听苏秦这么忽悠呢, 然后他就马上脑子一热, 他就说了, 说寡人不孝, 我这个人呢, 确实没什么德行, 也没什么才能, 未尝德文名教, 从来就不曾经听说过您的教诲, 现在呢, 主君, 主君呢, 就是指苏秦, 以赵王之赵, 赵之, 您带着赵王的手谕, 或者是命令, 前来呢, 这个向我们魏国, 来宣布, 敬以国从, 那么我们魏国呢, 就会恭敬的, 带着整个国家, 来听从您的命令, 苏秦完成了对魏国的游说, 接下来呢, 就奔齐国来了, 那么到了齐国之后呢, 我们听一下, 他对齐宣王的游说, 是怎么说的, 这里边呢, 需要提前强调一下, 因为太史公在史记里边, 不管是在列传, 还是在本纪世家里边, 他的这个对时间的考证, 其实呢, 是存在很多问题的, 有些呢, 这个时间是完全对不上的, 所以这一点呢, 我们完全可以忽略掉, 你比如说, 他到这个齐国, 去说服齐宣王, 可是经过考证呢, 这个时候, 在齐国执政呢, 这个国君, 根本就不是齐宣王, 而是齐威烈王, 也就是齐宣王的老爸, 所以他在这里边说, 因东穗齐宣王, 这个也是不对的, 但是呢, 我们就已经, 把这点忽略掉, 就算了, 不会在这个上面呢, 再纠缠, 他究竟是齐宣王, 还是齐威烈王, 包括前边呢, 我们读到的这个齐国的国君, 像是燕翼王, 还是燕昭王, 还是燕王快, 这些呢, 我们也不再较真了, 包括像后边即将读到的楚国, 很多国君呢, 他的年代也是对不上的, 这些都不在我们的考证范围之内, 我们就是根据原文来读, 因东穗齐宣王曰, 东呢, 就是向东, 因为齐国呢, 是在东边, 所以苏秦呢, 就来到了东边的齐国, 趁势的去游说齐宣王, 因呢, 可以理解成是趁势, 说齐难有泰山, 这个泰山呢, 是天下文明啊, 就是今天的东越泰山, 是在今天山东省泰安市的北边, 东有狼爷, 这个狼爷呢, 也是一个山的名字, 它的地点呢, 就是在那个山东半岛, 下边割之窝的一个地方, 也就是在山东, 焦南市的东南, 它所面临的大海呢, 是东海, 西有青河, 青河呢, 我们前面提到过了, 北有渤海, 渤海呢, 就是渤海湾, 因为整个山东半岛呢, 它正好是处在三面环海的这样一个位置, 此所谓四色之国也, 这个呢, 是跟当年他游说秦国的时候, 说的话是差不多的, 说齐国四周都有天然的屏障, 齐国三面环海, 而且呢, 在它国境之内又有泰山, 所以呢, 可以称为是四色之国, 其地方两千余里, 这是指它的国土面积, 代价数十万, 也就是正规的军队有数十万人, 素如秋山, 素呢, 就是米, 说呢, 齐国储存的粮食就像秋山一样, 秋呢, 是指小山, 山呢, 是相对来说比秋还大一点的, 这个山, 三军之粮, 粮呢, 就是精粮, 三军呢, 就是指整个齐国的军队, 它的这个装备比较精粮, 五家之兵, 这里的五家之兵啊, 说法不是特别的一样, 有人认为呢, 这个齐国在这个齐桓公执政的时候, 因为管仲呢, 曾经对齐国进行过改革, 那么当年呢, 他改革的时候呢, 是这样设定的, 说是五家为一鬼, 鬼呢, 就是鬼道的鬼, 因此呢, 这个五个人就是一五, 那么一家呢, 等于是出来一个人丁, 成年的这个青年男子, 加入国家的队伍, 那五家呢, 正好是五个人, 五个人呢, 就为一五, 这里的五呢, 就是指一个单人旁, 加一个一二三四五的五, 然后设一个鬼掌, 来率领这五个人, 就相当于是小分队的队长, 那种感觉, 那么这里的五家之兵, 就是指这里边的五人为五呢, 五家之兵,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呢, 说这个五家之兵, 应该是五都之兵, 都呢, 就是都市的都, 因为齐国呢, 是不设郡, 是直接设都的, 整个齐国呢, 一共有五个大都, 就是五个大城市, 而每一个都, 他设的长官呢, 叫大夫, 大家都知道, 这个国君呢, 他所拥有的国家是国, 大夫, 也就是清大夫所拥有的那个彩翼呢, 叫家, 所以呢, 这个五家之兵, 很有可能就是这里边说的五都之兵, 而五都之兵呢, 也就是整个齐国的, 所拥有的全部的长辈君, 所以五家之兵呢, 我个人认为, 可能理解成五都之兵, 还会更确切一点, 近如风史, 近呢, 就是指前进的速度, 就像风史这样快, 这里的风啊, 可以理解成是刀锋, 史呢, 可以理解成是剑, 所以呢, 近如风史, 有两个含义的理解, 如果说指前进的速度, 就好像刀锋箭头那样快, 如果说前进的灵力的公式, 就好像刀锋箭头那样锋利, 所以这个近呢, 它有两个维度的解释, 一个呢, 可以理解成是前进的速度, 一个可以理解成是前进的势头, 战如雷霆, 那么战斗起来, 就像雷霆一样迅猛, 表明其国军队呢, 战斗力是非常强的, 解如风雨, 解呢, 可以理解成是撤退, 或者是解散, 战的时候像雷霆一样迅猛, 但是在撤退的时候呢, 也非常的迅速, 如风雨, 就好像风雨那样, 说散就散掉了, 实际上呢, 可能还是指他的撤退, 或者是解散的速度呢, 是非常快的, 极有军意, 军意呢, 就是战役, 即便有了战役, 这个极呢, 可以理解成是如果, 如果有了战役, 魏常背泰山, 绝清河, 摄渤海也, 背呢, 是通背叛的背, 魏常就是从来没有过, 绝清河, 绝呢, 是渡过清河, 摄渤海, 摄呢, 也是渡过的意思, 那这句话的意思呢, 其实是讲, 就是敌人的军队, 也就是外国的军队, 从来就没有过, 越过泰山, 渡过清河跟渤海, 进入到齐国境内的, 这样的例子, 说明我们齐国呢, 是四色之国, 他这里面提到的泰山, 清河, 渤海, 都是指齐国的边境线, 泰山呢, 不是在他的南边吗, 清河在他的西边, 渤海呢, 在他的北边, 林兹之中七万户, 臣妾夺之, 不下户, 三男子, 这里边呢, 就说齐国的人口了, 林兹是指齐国的首都, 他的地点呢, 就在今天山东省兹博市的, 那个林兹区, 这个地方呢, 原来是齐国的首都, 这个首都当中呢, 有七万户的老百姓, 我私下里为您呢, 计算过这件事, 不下户三男子, 这句话呢, 把这个户字拎到最前边, 户不下三男子, 那这个理解呢, 就比较好理解了, 也就是每一户, 不会少于三个男人, 也就是一个家庭, 按照三个男人的标准, 来计算的话, 那你整个林兹城当中, 所拥有的人口, 光男子就二十一万了, 三七二十一嘛, 不带发于远线, 根本就不用到边远的那些县, 去征调士兵, 指林兹城城内的, 这些男子就已经有二十一万了, 而林兹知足故矣二十一万矣, 林兹胜负而食, 林兹城里边的老百姓, 家境都比较殷实, 负是富有, 实是殷实, 他们的老百姓里边, 无不摧鱼古色, 鱼跟色这些都是古代的乐器, 鱼就是属于一种摧的, 那种像笛子一样的那种乐器, 而色是带弦的那种乐器, 可以用来弹的, 包括像弹琴基柱, 琴不用解释, 柱是一种用竹子, 或者是木头做的一种打击的乐器, 弹琴基柱也是指玩音乐, 斗鸡走狗, 这个也是游戏, 六伯踏居者, 这个六伯是古代的一种赌博的游戏, 这种游戏据说是用棋来完成的, 这个棋是分两种颜色的紫, 一个是黑的, 一个是白的, 每个颜色的紫一共是六颗, 六颗黑紫, 六颗白紫, 究竟怎么玩, 现在已经不是特别清楚了, 那么踏鞠就是踢球, 这个球呢, 它的这个表面呢, 是用皮做的, 里边呢, 冲上了毛, 或者是其他的那种很软的东西, 有一种说法呢, 说现在国际的体育界已经公认了, 说这个足球呢, 起源于中国, 但是呢, 我个人认为呢, 这种说法其实还是有待于证实的, 因为这个古人呢, 他所踢的那个足球, 跟我们今天的人所踢的足球呢, 其实是不一样的, 如果从这个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讲, 古代的那个踏鞠, 其实呢, 它并不是以竞技为主, 它是以表演为主的, 说穿了呢, 它只不过就是几个人玩的一个游戏而已, 看谁呢, 踢的花样比较多, 但是现在的足球体运动, 更多的是侧重比赛, 侧重运动, 跟这个游戏的性质呢, 还是不太一样的, 所以说这个猝鞠, 又叫踏鞠, 认为是现代体育足球的始祖, 我觉得呢, 也不是特别的确切, 林姿之图, 车骨鸡, 林姿的道路上, 图呢, 是道路, 这个图是通, 路途的图, 车骨是指车轴, 车轴呢, 互相碰撞, 比喻呢, 这个路上的车辆特别的多, 人肩膜, 肩呢, 就是肩膀, 人跟人之间的肩膀呢, 都能膜在一起, 都能挨在一起, 表明呢, 这个行人也是非常多的, 连刃成围, 这个刃呢, 是古人衣服前边的那个大金, 把这个衣服前边的大金, 给连起来, 能够成为这个围慢, 围杖, 说明人呢, 是非常多的, 举媚成木, 媚呢, 是衣袖, 每个人把这个衣袖都举起来, 就会成为那种遮天的大幕, 这几句话呢, 其实都是表明林姿的人口, 是非常非常多的, 挥汉成语, 这个成语呢, 就是来自史记苏秦列传, 说每个人, 这个汉水非常多, 大家呢, 把这个汉水都挥起来的话, 就像天下雨一样, 家阴, 人族, 家庭, 阴时, 每个人都很富有, 至高, 弃阳, 这也是一个成语, 至气高涨, 意气飞扬, 服以大王之贤与其之强, 而且凭借大王您的贤能, 再加上其国的强大, 天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抵挡住其国, 现在呢, 您却面向西去侍奉秦国, 我切以为, 我呢, 私下就为大王您感到羞辱, 而且韩国跟魏国之所以纵魏秦者, 纵呢, 是特别, 魏呢, 是害怕, 也就是韩国跟魏国之所以特别特别的害怕, 秦国, 魏与秦接近, 阳戒也, 唯一的一个原因, 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跟秦国之间, 他们的国戒是接壤的, 接壤这两个字呢, 都是动词, 近跟戒呢, 是名词, 就是国戒的意思, 接壤就是连接, 等于呢, 这个韩国跟魏国这两个国家的国戒, 跟秦国的国戒是挨在一起的, 兵出而相当, 相当呢, 就是相遇, 也就是双方呢, 遇在一起打仗, 大家呢, 把兵都拉出来, 那么在路上摆好了阵型, 开始打仗, 不出十日, 而战胜存亡之机, 决矣, 用不了十天, 那么究竟哪个国家能胜, 哪个国家能败, 哪个国家能够保留下来, 哪个国家能够被灭亡, 这个关键呢, 就已经被决定了, 韩国跟魏国战, 而盛秦, 则兵半折, 似尽不守, 接下来呢, 这个苏秦就列举了, 韩魏这两个国家跟秦国交战之后, 可能出现了两种状况, 如果韩国跟魏国战胜了, 那么他们的兵力会半折, 也就是起码有一半的兵力, 被秦国人给消耗掉了, 似尽不守, 四边的国境呢, 也守不住了, 战而不胜, 如果韩魏这两个国家, 跟秦国之间进行战争, 而且还没打赢, 则国以威王随其后, 那这两个国家威王的形势, 紧随着战争就会来临的, 因此韩国跟魏国之所以重与秦战, 而清为之臣也, 这里的重呢, 是不轻易的, 也就是韩国跟魏国之所以不轻易的跟秦国开战, 而轻易的想作为秦国的臣子, 后边那个清呢, 是容易轻易的, 他们倾向于成为秦国的臣子, 原因也就在这个地方, 现在呢秦国攻打齐国, 那就不一样了, 也就是说秦国跟齐国之间的这种形势, 这两个国家开战的形势, 跟韩魏这两个国家, 与秦国开战的形势是完全不同的, 被韩魏之地过魏阳晋之道, 也就是说如果秦国跟齐国开战的话, 秦国的军队要开过来, 他要跨过韩魏这两个国家的地面, 而且还要经过魏国阳晋之道, 这个阳晋呢, 是魏国的一个城市的名, 地点呢, 是在今天山东省运城的西边, 也就是秦国人拔山涉水的带领军队, 想要攻击齐国的话, 他不仅要跨过韩魏的地面, 而且呢, 也要经过魏国的阳晋这个地方, 净乎刚复之险, 刚复呢, 是齐国的一个县的名字, 地点是在今天山东省济宁市的南边, 净呢, 本来它是名词小道的意思, 但是在这里呢, 它是做动词用, 是指呢, 穿过的意思, 也就是秦国要穿过, 刚复这个地方的险祖, 那秦国人接下来就比较麻烦了, 因为什么, 这个地方的道路又狭窄又不好走, 车不得方轨, 方轨呢, 就是两辆兵车并行叫方轨, 那也就是说, 这个小道呢, 载道只能走一辆兵车, 两辆兵车并行的话是走不过去的, 其不得笔行, 笔行呢, 也是并排而行, 那么这个战马也不可能并排而行, 百人首险, 这个地方放了一百个人能够坚守的话, 那么对方千人不敢过眼, 一千个人他也过不去, 因为什么, 因为道路太狭窄了, 秦虽欲深入, 秦国打齐国, 虽然呢, 他想进一步的深入齐国的腹地, 则狼固, 他还必须得像狼一样的回顾, 大家都知道这个狼固呢, 就是说狼的这种动物呢, 他的这个脑袋可以呢, 进行一百八十度的转弯, 我们人的头呢, 比如说向旁边转的时候, 你只能转九十度, 因为呢, 你这个脖子呢, 没有那么灵活, 但是狼不一样, 他可以转一百八十度, 那么等于正往前看的时候, 他突然就可以看到, 相反的背面, 所以中国人都认为, 这个有狼固之相的人, 野心的都非常大, 当初呢, 这个司马仪, 也就是曹操手下的那个谋臣, 后来呢, 把曹氏政权给篡夺的那个司马仪, 据说就有狼固之相, 司马仪的头呢, 可以转一百八十度, 正往前看的时候, 他他擦啦一声, 往后一转, 那么一百八十度就能看到, 那这里边秦国为什么狼固呢, 就是因为他担心, 韩国跟魏国在他的后边捣鬼, 这里的义呢, 就是指河谋的意思, 事故动仪虚赫, 交金而不敢进, 动呢, 就是动贺的意思, 也就是吓唬, 仪呢, 是怀疑, 所以动仪呢, 在这里就是吓唬的意思, 虚赫呢, 就是同虚实的虚, 赫呢, 就是大赫一声的赫, 也就等于呢, 秦国人自己呢, 他担心, 一律不敢呢, 进兵, 但是呢, 又不想向对方示弱, 所以只能在那虚张声势, 做出要进攻齐国的样子, 实际上呢, 他是不敢进攻齐国的, 交金呢, 就是骄傲矜持, 而不敢进, 看起来挺牛, 但是真正想打的时候, 他是不敢往前跨一步的, 则秦之不得害齐, 亦明以, 那基于这种分析, 苏秦认为, 秦国是不可能对齐国, 造成什么危害的, 福不申料, 秦之无奈齐和, 而欲西面而视之, 不申料呢, 就是不仔细的想一下, 琢磨一下, 秦国对齐国是无可奈何的, 那么就想面向西, 去侍奉秦国, 这是群臣之计过也, 那么像这些想法, 都是你手下的那些大臣, 他们的那种计谋, 错误导致的, 今无臣氏秦之名, 而有强国之实, 臣氏秦就是以大臣的身份, 侍奉秦国, 现在呢, 你齐国并没有这样的名声, 什么样的名声呢, 就是用大臣的身份, 来侍奉秦国的名声, 而呢, 是而且, 而且呢, 有强国之实, 国家呢, 比较强,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, 东方六国能够联合起来, 攥成一个拳头, 形成一个军事集体, 那这样的话呢, 秦国就不会拿我们东方六国怎么样了, 臣事故, 我因此希望大王您稍稍的留意一下, 来考虑这件事, 既之呢, 就是为之谋划, 齐王曰寡人不敏, 敏呢, 是聪明, 这个齐王呢, 经过苏秦的一忽悠, 他也明白了, 他说寡人不敏, 我这个人呢, 不怎么聪明, 脑子呢, 也不怎么好使, 辟远守海, 穷到东境之国也, 辟呢, 是偏僻, 远呢, 是遥远, 而且在大海边上, 穷途是指国境县呢, 也是有限的, 而且处在整个这个华夏大地的最东边的这样一个国家, 所以辟远守海, 穷到东境之国, 这几个字呢, 是指齐王, 对自己国家的一个形容, 意思呢, 就是说我们齐国地处于偏僻的遥远的海边, 而且呢, 国境县呢, 又有头, 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, 是一个偏僻的国家, 未尝得闻余教, 从来就没有能够听说您的余教, 余教呢, 就是指您呢, 教导他人所剩余的那些边边角角的计谋, 当然呢, 这是一种这个对对方非常客气的一种说法, 今足下以赵王赵赵之, 现在您带着赵王的这个命令前来, 给我们齐国来颁布, 后边这个赵呢, 是动词, 前面那个赵呢, 是名词, 那么我们齐国恭敬的就会以整个国家来听从您的教导, 苏秦忽悠完齐国之后呢, 马上就往西南方向奔楚国去了, 去忽悠楚威王, 因为从这个地理形式上看呢, 楚国正好是在齐国的西南方向, 所以从齐国到楚国是往西南方向走, 那么到了楚国之后呢, 这个苏秦又开始忽悠了, 他说, 楚国是天下的强国, 先给楚国定性了, 楚国这么大, 是天下的强国, 大王您, 也就是楚威王, 是天下的贤王, 这两句话一扔出来之后呢, 我们可以想象, 楚威王的脸上肯定是荡漾着非常满意的笑容, 这也是这些游说之士呢, 通常惯用的手法, 你要想说服一个人相信你的观点, 你得让他心情舒畅, 所以呢, 一般到一个地方, 先说明一个观点之前, 通常都会把这个大帽子呢, 扣在对方的头上, 把对方扣高兴了之后, 他才能有心情去听你的, 这种观点, 如果你一上来就直接讲观点的话, 那么可能对方就没有这个耐心去听下去了, 这也是苏秦这些游说之士, 惯用的伎俩, 现在他讲了, 说西有钱中, 乌郡, 东有夏州, 海洋, 这里边呢, 提到了几个地名, 钱中是楚国的一个郡的名字, 这个地方呢, 大致的地点相当于是今天湖南省的西边, 还有贵州东北部, 这一带的地区叫钱中, 乌郡这个地方呢, 也是楚国的一个郡的名, 大致相当于是今天重庆市的东边, 跟湖北西边的这一部分地区, 并不是指某一个城市啊, 它是指一片地方, 东有夏州跟海洋, 夏州呢, 应该就是武汉这个地方, 海洋呢, 就是今天江苏省扬州市, 往东一直到海边的那个长江北岸的那一大片地区, 叫海洋, 南有洞庭苍武, 北有行色寻阳, 那这里边呢, 又提到几个地名, 南边有洞庭, 洞庭呢, 非常有名, 就是洞庭湖, 是在今天湖南省的境内, 在长江的南岸, 苍武是一个山的名字, 据说呢, 这个地方顺当年寻守的时候呢, 就死在这个地方了, 也就是那个圣王于顺, 死在苍武, 它的地点呢, 大致是在今天湖南省宁远县的南边, 行色, 这个地方呢, 又叫行山, 是在今天河南省罗河市的东边, 巡阳, 是在今天陕西省巡阳的东北, 是在汉水的北岸, 楚国的地面呢, 是非常大的, 地方五千余里, 代甲百万, 地方呢, 面积五千余里, 代甲之势呢, 上百万, 车千胜, 寄万匹, 战马呢, 有上万匹, 宿之十年, 所储存的粮食, 可以支撑十年, 这是霸王之资啊, 福以楚之强与王之贤, 凭借着楚国这么强大的国势, 还有大王您的这种贤能, 天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抵挡您的进攻, 莫能当, 就是没有哪个国家能跟您相比, 金乃玉西面而侍秦, 凭借着这么大的国家, 这么强的国势, 您却这么没出息, 想要面向西, 去侍奉秦国, 那么诸侯莫不西面, 而朝于张台之下矣, 张台呢, 是秦国的一个台词的名, 又叫张华台, 那在这里边呢, 就是代指秦国, 那么这里边呢, 苏秦的意思是说, 连您都向西, 想侍奉秦国了, 那么其他的诸侯, 就没有谁不敢面向西, 去侍奉秦国, 朝于张台之下, 就是到秦国那里去朝见, 去见秦国的国君, 意思呢, 也就等于向秦国来称臣纳贡, 秦之所害, 莫如楚, 害呢, 是忌惮, 秦国所忌惮的国家, 没有哪一个国家, 能像楚国这样, 对秦国的威胁比较大, 楚国要是强大了, 那么秦国就会衰弱下去, 秦国要是强大了, 楚国呢, 也会衰弱下去, 其事不两立, 事不两立呢, 在这里边是一个成语, 也就是这两个国家的国事, 是不能够同时存在的, 因此呢, 我苏秦为大王您考虑, 不如纵秦以孤秦, 从秦是纵秦, 也就是六个国家联合, 来孤立秦国, 大王不纵秦, 从反面开始说了, 大王您如果要不和其他五个国家联合的话, 那么秦国要是攻打你楚国, 一定会同时发起两支军队, 从两个方向攻打楚国, 那么一支军队呢, 出五官, 五官这个地方呢, 前边我们已经说过了, 地址呢, 是在今天陕西省丹凤县的东南, 这个地方呢, 是秦国通往楚国, 或者反过来说, 是由楚国通往秦国的一个重要的关口, 一军下钱中, 钱中呢, 前面已经说了, 是湖南西部, 还有贵州东北部的这一带的地区, 两支军队, 一个呢, 从五官出来, 一个从钱中这个地方出来, 由北向南来攻击你楚国, 则燕影洞移, 燕跟影呢, 本来是两个城市, 燕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宜城的东南, 那个地方呢, 原来是楚国的另外一个首都, 在楚国首都影, 以北大约一二百里, 这样一个地方, 所以这两个地方呢, 相距的并不是特别远, 所以经常呢, 会把这两个城市合在一起说, 陈文智制其未乱也, 为之其未有也, 那么苏行就说了, 我听说, 你要治理一个事情, 一定要等它没有出乱子的时候, 来治理, 要等它还没有成形的时候, 来做掉它, 那这句话呢,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防患于未然, 把问题呢, 消灭在萌芽状态, 患治而后幽知, 这个祸患已经成形了, 已经这个到了你眼前了, 你才开始忧虑怎么去除掉它, 那估计你已经来不及了, 因此我希望大王您早熟记之, 早呢是通早晨的早, 就是早早的, 要好好的考虑一下这件事, 大王成能听臣, 您呢如果真的是能听我话的话, 那么我请令山东之国奉四十之县, 这个山东之国呢, 就是除了楚国以外的其他的五个诸侯国, 奉四十, 四十呢就是四季, 县呢就是贡品, 让其他的五个国家, 都向您楚国来奉献贡品, 以成大王之明照, 成呢是承接, 来承接大王您给他们五个国家下发的这个命令, 伪设计奉宗庙, 伪呢是委托, 把这个国家委托给您, 把宗庙也交给您, 炼士立兵, 立呢是磨的意思, 本来呢这个字是指磨刀石, 那在这里边呢就是指动词磨, 兵呢是兵器, 炼呢就是训练, 训练战士, 磨好这个兵器, 在大王之所用之, 那么也就是, 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了之后, 全部都供大王您所使用, 大王成能用尘之余记, 您如果真的, 要是能采用我苏秦, 所给您提出的这个愚蠢的谋略, 余记呢当然是这个坚称啊, 则含卫其焉赵卫, 知妙音美人必冲后宫, 因为苏秦呢在说服楚王的时候, 发现这个楚王呢, 可能啊对这些这个打打杀杀的事呢, 不是特别感兴趣, 因为这个他在说服的时候, 他会察言观色, 看出来楚王可能不是特别耐烦, 后来苏秦一想, 你这家伙估计也没什么大理想, 我单说这些问题的话, 你可能不感兴趣, 那么我怎么办呢, 我干脆换一招, 我不说这些打仗的事了, 军旅之事我不再提了, 那我提啥呢, 我提妙音美人, 美妙的音乐, 还有美丽的女人, 这个你肯定感兴趣, 所以苏秦呢, 他就说了, 如果你真能听我的话的话, 那么东方的五个国家, 当然这里边是六个啊, 还包括一个小卫国, 韩国卫国, 齐国燕国赵国, 包括小卫国, 他们那些美妙的音乐, 还有那些美丽的女人, 一定会送给您, 必充后宫, 一定会提供给您, 充实到您的后宫里边, 燕带, 囊驼, 两马, 必食, 外旧, 那么北边的燕国跟戴国, 因为这两个地方呢, 是处于最北地带, 所以他们盛产囊驼, 囊驼呢, 就是骆驼, 还有两马, 就是豪马, 这些好东西呢, 一定也会送来, 必食, 食呢, 是充实, 充实您的外旧, 外旧就是马鹏, 把您的马鹏呢, 都填满了, 故纵合, 则楚旺, 横城, 则秦帝, 因此, 如果你要是这个纵合, 也就是联合其他的五个国家, 来对付秦国的话, 那么楚王您, 一定会让楚国成为这些国家当中的老大, 让楚国称王, 横城, 则秦帝, 横城呢, 就是您如果不跟其他的国家联合, 让秦国跟东边的齐国, 能够连横成功的话, 那么秦国就会称帝了, 今世霸王之夜, 现在您楚王, 放弃了霸王的霸业, 您不做, 而有世人之名, 却宁可享有, 侍奉别人的这个名声, 那么我苏秦, 私自的认为, 这是大王您不应该做的事, 福秦, 虎狼之国也, 秦国是虎狼的国家, 虎狼之国是东方六国对秦国的一致评价, 有吞天下之心, 有把天下都吞到肚子里边的这样一个心, 其实呢, 就是统一天下的这个想法, 秦国天下之仇仇也, 秦国是天下的冤家对头, 是我们的共同的敌人, 仇就是仇敌, 后边那个仇字呢, 就是对头的意思, 恒人皆遇割诸侯之地, 以示秦, 恒人呢就是指, 为秦国打工的这些游说者, 他们呢都想, 把诸侯的土地割一块给秦国, 来侍奉秦国, 此所谓仰仇, 而奉仇者也, 仰仇和奉仇意思呢都是一样, 也就是共同的来供养敌人秦国, 服为人臣, 割其主之地, 以外交, 强虎狼之秦, 那么作为别人的大臣, 也就是作为诸侯国手下的大臣, 想割掉自己主军的土地, 在外边呢, 来交接, 像虎狼一样的强秦之国, 以侵略天下, 足有秦患, 不顾其祸, 足呢是促, 也就是一旦秦国, 对这些国家发动攻击的时候, 有了秦国这样一个祸患的时候, 那么这些人就不会管你各个诸侯国的国军的祸难了, 这里面呢, 强虎狼之秦, 应该把这个强字呢, 放在之字的后边, 也就是虎狼之强秦, 这样调整呢, 这个顺序应该是比较顺的, 服外邪强秦之威, 以内劫其主, 这些呢都是指说的这个恒人啊, 说恒人他们能够对外邪强秦之威, 邪那是凭借, 凭借强秦的威势, 对内呢来劫持, 挟持他们的主人, 以求割地, 希望自己的主人呢, 把土地割一块给秦国, 这是大逆不忠, 大逆跟不忠都是一个意思, 都是对国君不忠诚, 无过辞者, 没有什么做法, 比这种做法更厉害了, 故纵钦, 则诸侯割地, 以示储, 恒河, 则储割地, 以示秦, 因此, 如果天下合纵的话, 那么其他的东方, 这些诸侯国, 都会割地, 来侍奉你储国, 如果反过来, 连恒的话, 那么储国就会割地, 给秦国, 来侍奉秦国, 大王您可以自己的比照一下, 这两种做法, 哪一种对储国最有利, 您自己琢磨琢磨吧, 此两侧者相去远矣, 这两种国策, 那么差的距离, 那可就远了, 二者, 大王何居焉, 苏秦这个时候, 把前面要说的都说完了, 然后就问储王, 说这两点, 大王您想选择哪一个呢, 故毕翼赵王, 因为他还是代表赵国, 来出使楚国的啊, 所以说了, 他就说我们这个赵国的赵王, 派我来向您贡献我愚蠢的计谋, 奉明约, 而且带着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些合纵的约定, 在大王赵之, 就看大王您的做法了, 也就是主要就在于大王您要下赵了, 就差您自己了, 储王曰, 寡人之国西与秦接近, 我们储国跟秦国在西边是接壤的, 秦国由举巴蜀并汉中之心, 巴跟蜀呢,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了, 是当时两个古国名字, 巴国呢, 他的都城就是在今天的四川重庆那一带, 而蜀国呢, 他的都城就是今天的四川省的成都市, 当时这两个小国呢, 是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大国的, 是独立的两个小国, 而这个汉中呢, 也是一个地名, 这个地方呢, 是属于楚国的一个郡的名字, 他的地点呢, 大约是相当于今天陕西省的汉中安康, 还有附近的湖北的房山竹山那一带地区, 那这里边他就讲了, 说秦国有想把这个巴国蜀国都吞掉, 而且跟汉中呢, 也吞掉这样的一种想法, 秦是虎狼之国, 是不可以跟他亲近的, 而中原的韩国跟魏国, 迫于秦国的祸患, 不可与身谋, 因为这两个国家呢, 是墙头草, 秦国一威胁, 他们就马上倒向了秦国, 所以楚王呢, 他有这个担心, 他说这两个国家呢, 老是在楚国跟秦国之间摇摆, 所以呢, 我对他们是不太信任的, 不可与他们身交, 与身谋恐反人, 已入于秦, 跟他们身谋身交, 其实呢, 就是指跟他们来合纵, 当然这是楚王的担心啊, 说这两个小国家墙头草, 迫于秦幻, 如果跟他们合纵的话, 那么我担心, 反人就是奸人, 已入于秦, 会把楚国的谋划, 告诉秦国,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麻烦了, 不见胜也, 见胜呢, 就是见到胜利, 那我们楚国就看不到胜利的曙光了, 内与群臣谋, 不足是也, 那么在国内呢, 我跟群臣来商量这个事, 这些人呢, 也不值得来凭借, 来依靠寡人, 卧不安息, 食不甘胃, 我吃也吃不好, 睡也睡不好, 卧不安息, 就是睡觉的时候, 也不能安心的睡觉, 吃饭的时候呢, 也吃不出什么味道, 心摇摇然, 如玄京, 而无所踪薄, 我的心呢, 这个摇来摇去的, 一直也不安稳, 如玄京, 京呢, 就是指旗帜, 就好像飘在半空的旗帜一样, 一直不安稳, 有所中博, 这个博呢, 是通破, 也就是贴富的意思, 最终呢, 我这心里边摇来摇去的, 也没有一个着落, 尽主君欲依天下, 现在主君, 也就是宁苏秦, 想使天下成为一体, 这里的依呢, 就是动词, 收诸侯存威国, 把这个诸侯呢, 都收集起来, 联合起来, 让这个危险的国家, 能够存在下去, 寡人, 紧奉设计, 寡人就是我楚王, 紧奉, 我们整个国家, 以纵来听你的, 听从你的合纵的计划, 于是六国纵和而并立焉, 那么在苏秦的这种努力之下呢, 东方六国终于呢, 能够纵和, 也就是合纵达成了, 而且呢, 大家拧成一股绳, 形成了合力, 苏秦这个时候呢, 为纵约长, 因为这么多国家联合起来, 总要有一个人来当老大, 来出头, 那谁出头呢, 既然这个事是苏秦干的, 所以大家呢, 一致的推举苏秦为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秘书长, 并向六国, 挂六国相印, 做六个国家的国相, 苏秦这个时候, 那可就是非常的牛了, 北报赵王, 乃行过洛阳, 那么完成了这种合纵的游说之后呢, 苏秦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很牛了, 决定呢, 向北回报赵国的国王, 那么在回去的时候呢, 正好经过了自己的老家洛阳, 车记资众, 他带的这个车辆, 车记呢, 就是车辆, 资众呢, 就是车上拉的那些东西, 诸侯各发誓, 送之慎众, 那么各个诸侯呢, 各派使者, 送给苏秦的东西都是非常多的, 义于王者, 这个义呢, 是通那个你, 你于王者, 也就是跟这个王者的派逃, 是差不多的, 那排场, 跟各个诸侯国的国君, 没啥区别了, 周显王, 文之恐惧, 那么东周的周显王, 这个时候呢, 听说了苏秦的这种做法, 他就非常的惊恐, 所以听说苏秦来到了洛阳, 他就除道, 除道呢, 就是清扫道路, 使人焦牢, 焦牢就是在洛阳的郊外, 派人呢, 来慰劳苏秦这些人, 请苏秦这些人来吃饭, 苏秦之昆帝七嫂, 那这个时候呢, 就说到了苏秦的家里面的人了, 他的昆帝就是他的哥哥, 还有他的弟弟, 他的老婆, 还有他的嫂子, 侧目不敢仰视, 看苏秦的时候都不敢正眼看, 而且不敢抬头看, 扶扶是取食, 扶扶是, 是指三个动作, 扶是弯腰, 扶是跪拜, 是是侍侯, 侍侯苏秦取食, 也就是侍侯他来吃饭, 这个时候苏秦觉得自己非常有味了, 苏秦笑为其扫约, 苏秦看到趴在地上的嫂子, 然后他就笑了, 那种笑容含义非常深刻, 他就对他的嫂子说了, 和前居而后宫也, 这里留下了一个成语叫前居, 后宫, 居就是傲慢, 为什么您前面我回来的时候, 您对我那么傲慢, 而现在, 后就是指现在, 您对我这么恭敬呢? 扫尾仪匍匍匍, 这里的这个仪字是通尾仪的仪, 也就是弯曲扭动的那个样子, 这个嫂子听说苏秦, 问了自己这样一个问题, 匍匍, 也就是这个通匍匍在地的那个匍匍, 就是爬行的那个匍匍, 以面掩地而泄约, 用自己的脸扣住了自己的地, 也就是这个脸呢, 他是不敢抬头的, 他看着这个地面而泄约, 见祭子, 魏高金多也, 这个嫂子也是非常时尚啊, 说实话了, 说前边啊, 我对你那么傲慢, 后边呢, 我对你这么恭敬, 没别的, 就两点, 看到了您魏高, 就您的植魏高, 挂六国象印, 做六个国家的国象, 金多, 您带了这么多东西, 回家里边来了, 您钱多, 官大, 所以我就匍匐在地, 我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, 祭子呢, 据说是苏秦的字, 当然呢, 也有的历史学家分析, 这个祭子有可能是指最小的那一个, 因为古代的这个人排行呢, 是分伯仲书记, 伯呢, 只有一个, 就是最大的那个老大, 众呢, 是老二, 这个也只有一个, 书呢, 就是有很多了, 也就是从老二以下开始算起, 到最后一个前边这一大堆, 都可以算成是书, 然后祭呢, 也只有一个, 祭子这里边可能就是指苏秦, 因为苏秦呢, 在他的这个歌五歌当中, 他是最小的, 苏秦愧然探约, 听了嫂子说的这个时圣话啊, 苏秦就叹了一口气呀, 他说, 哎呀, 此一人之身富贵, 则亲戚未惧之, 说这样一个人, 同样是一个人的身体, 富贵了, 那么他的亲戚就害怕他, 贫贱了, 他的亲戚就会轻易他, 轻易呢, 就是看不起, 更何况是其他的人呢, 且使我有洛阳, 富锅田二寝, 且是而且, 使是假使, 而且假使, 我真像当初那样, 听他们的话, 有洛阳富锅田, 也就是在洛阳城外, 有这个田良寝, 我岂能配六国相印姑, 我怎么能像现在这样, 配六国相印, 做六个国家的国相呢, 于是, 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, 于是苏秦呢, 就把车上拉的那些金子, 全都拿出来, 散千金, 把这些钱呢, 都给他的宗族了, 宗族呢, 就是他苏家的人, 还有朋友, 朋友呢, 就是他的那些, 好的朋友, 或者跟他, 一同患过难的这些人, 那么当初的时候呢, 这个苏秦, 来到燕国的时候, 知呢, 是道的意思, 贷人摆钱为资, 贷呢, 就是借, 当然这个借呢, 是有利息的借啊,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, 从银行贷款, 从别人那里, 借了摆钱, 作为游资, 乃得富贵, 因此才得了, 像今天这样的大负, 大贵, 负呢, 是他有钱, 贵呢, 是指他地位高, 以百金长支, 这个人呢, 是赚了啊, 当初带给人家摆钱, 现在苏秦, 用百金来偿还他, 便报诸所, 偿见德者, 便是普遍, 普遍的来报谢, 那些当初对他有恩德的人, 贱德呢, 就是指对自己有好处的, 曾经给自己施过恩惠的那些人, 其从者有一人, 独位得报, 那么跟从他的人当中呢, 有一个人到最后, 也没得到什么好处, 也没得到苏秦给他赏赐, 乃钱自言, 这个人呢, 一看大家都得了, 而且苏秦呢, 也没有给自己的这个想法, 那干脆就自己提出来吧, 也别不好意思了, 于是呢, 他就上前, 自己把自己的事呢, 就说了, 苏秦就说了, 我非忘子, 我没忘你, 子智与我治烟, 你开始跟我一起到燕国去的时候, 再三欲去我, 一水之上, 去呢, 是离开, 再三再四的, 想离开我, 在一水之上, 这个一水呢, 前面我们提过了, 是燕国境内的一条河, 也是非常有名的, 在这个地方呢, 老想离开我, 对我呢, 没有那么忠诚, 方事实, 那个时候, 我正好是属于最低谷, 最困穷的时候, 故忘子深, 忘呢, 就是恨的意思, 因此呢, 我非常的恨您, 事已厚此, 因此, 我故意把你排在最后, 赏赐你, 言外之意, 我就要给你一个教训, 你做人不能这么做, 你不能看我处在低谷的时候, 你就想离开我, 子今亦得已, 子就是你, 你现今可以得到, 这个赏赐了, 苏秦急约六国纵亲, 那么苏秦完成了, 六国合纵的约定之后, 回到赵国, 赵国的国君赵素侯, 封苏秦为武安君, 乃头纵约书于秦, 乃呢, 是于是, 于是呢, 就向秦国递交, 头是递交, 合纵的这个盟书, 向秦国来递交了, 秦兵不敢亏, 韩古官15年, 那么因为有了这个合纵书, 交给了秦国, 秦国一看, 东方六国拧成了一股绳了, 所以他也就不再敢, 亏韩古官, 韩古官呢, 是秦国跟东方六国的一个分界线, 就不再敢往东边看了, 据说这个时间是15年, 这个15年呢, 其实是有争议的, 因为这个纵约的事情刚完成没两年, 秦国其实呢, 就已经开始向东方出兵了, 太史公呢, 之所以在这个地方写成15年, 大概呢, 可能也就是想说一下, 苏秦的丰功伟业是比较厉害的, 但是是尤为历史事实的, 因为他后边马上就说到了, 秦国派西手, 其其位, 与共伐赵, 欲拜纵约, 说明呢, 并没有像前面说的那样, 一共平安了15年, 好, 我们接下来呢, 往下看, 其后就是随后, 随后呢, 秦国派西手, 西手这个官呢, 本来是魏国, 也就是那个大魏国的一个官职, 西呢, 就是犀牛, 手呢, 就是脑袋, 犀牛的脑袋, 用犀牛的头来作为这个官职, 这也是魏国的一个独创啊, 当时呢, 在魏国担任这个官职的人, 叫公孙衍, 这个人呢, 也是一个魏国人, 但是呢, 现在是给秦国服务的, 秦国呢, 就派公孙衍, 也就是连横的这样一个游说者, 欺其位, 欺呢, 就是骗, 骗其国跟魏国, 并且呢, 跟他们联合起来, 共同的讨伐赵国, 欲拜纵约, 想毁掉苏秦搭建起来的这个合纵的约定, 那么齐国跟魏国呢, 讨伐赵国, 说明齐国跟魏国呢, 并没有像苏秦啊, 所认为的那样, 一心的就是支持这个合纵, 齐国跟魏国先反水了, 跟秦国联合起来讨伐赵国, 那么赵国经过这三个国家的讨伐之后呢, 他就让苏秦, 让呢, 是责备, 他就责备苏秦, 说你当初不是说了吗, 让东方六国形成一个整体来对付秦国, 现在其中的齐国跟魏国先反水了, 你当初这个合纵是怎么定的呀, 你拿了我这么多钱, 明显你不是一个大骗子吗, 这个苏秦恐, 苏秦一看赵素王发怒了, 他就害怕了, 请使焉, 他决定呢, 就请求出使燕国, 而且向赵国保证, 一定会报复齐国的, 报呢是报复, 苏秦去赵而纵约皆解, 苏秦离开了赵国之后, 那么他所建立起来的那个当初的军事联盟, 和纵国现在呢就彻底的解体了, 秦桧王以其女为燕太子父, 誓岁文侯族太子吏, 誓为燕翼王, 这句话呢表达是非常清楚的, 但实际上呢, 经过历史学家后来的考证呢, 认为这个事是不可能的, 因为秦桧文王以其女, 就是把他自己的女儿嫁给燕国的太子做老婆, 那么为什么说他不可能呢, 是因为从这个年龄上来计算, 是不可能的, 因为秦桧文王他继位的时候呢, 还不到20岁, 三年之后他刚开始实行家冠礼, 因为根据古礼一般是20到22之间, 才能实行这个家冠礼, 就是变成成人, 那如果这样计算的话, 秦桧文王这个时候也不过就是20岁左右, 20岁左右的孩子, 他的女儿再大, 他能大几岁啊, 即便他12岁结婚, 12岁生孩子, 他女儿也就是89岁, 那怎么可能把一个89岁的小女孩, 嫁给燕太子做老婆呢, 燕国的国君呢是燕文侯, 燕文侯又叫燕文公, 他的太子是燕义王, 义呢是嗜好, 是荣义的那个义, 他呢是燕文公的儿子, 所以有些历史学家分析呢, 这个秦桧文王的女儿, 他不可能嫁给燕文公的儿子, 也就是太子燕义王, 而是嫁给了燕义王的孙子, 叫公子植, 燕义王呢有一个儿子叫燕王快, 这个人呢在历史上非常有名, 因为他实行善让, 把这个国家呢让给了子之, 导致整个燕国啊, 陷入祸乱之中啊, 这个事呢我们以后会讲, 而燕王快的儿子公子植, 这个时候他的年龄呢, 跟秦桧文王的女儿年纪呢, 应该是差不多的, 所以这里边呢太子宫就完全把这个辈分呢就搞乱掉了, 他这里边说秦桧文王把女儿嫁给了燕国的太子, 做他的老婆啊, 也就是嫁给了燕义王, 做老婆是不可能的, 适岁也就是公元前的333年, 文侯族燕文公就死掉了, 他的儿子也就是太子燕义王, 做了国君, 视为燕义王, 义王出力, 齐宣王因燕桑罚燕, 取石城, 这个事儿呢也是子虚乌有, 也不能说子虚乌有是有, 但是并不是发生在这个年代, 燕义王刚开始做国君的时候呢, 经过考证, 这个时候齐国的国王是齐威烈王, 并不是齐宣王, 所以太子宫在这个地方完全就把时间给弄乱了, 那么齐威王当时呢是做齐国的国君, 而太子宫呢却说是齐宣王, 为什么呢, 因为当时这个燕王快, 也就是燕义王的儿子, 实行善让, 把自己国家的国君的位置, 善让给自己的大臣子之, 导致呢燕国动乱, 燕国动乱之后呢, 然后这个齐国出兵, 就此呢就灭掉了这个燕国, 而这件事呢是发生在齐宣王执政的时候, 齐宣王呢是齐威烈王的儿子, 齐威烈王呢死掉之后, 那么17年以后, 也就是从现在开始算起, 17年以后, 齐宣王执政的时候才发生了这个事, 而太子宫呢把这件事提前拎到了这个地方来写, 就导致呢这个时间, 包括这个在位的国君都产生了错乱, 所以这里边呢先提前纠正一下, 大家呢完全可以不必的按照这个历史事实来理解这段话, 就知道这段话的意思就可以了, 说齐宣王因为燕国出现了国丧, 讨伐燕国, 娶了燕国的十个城市, 亦王为苏秦曰, 亦王呢就是燕亦王, 对苏秦就讲了, 往日先生治燕, 往日就是以前, 先生呢就是你苏秦来到了燕国, 而先王, 先王呢就是指燕文侯, 又叫燕文公, 因为他是燕亦王的老爸, 所以呢从燕亦王的角度来说, 他称自己的父亲为先王, 先王燕文侯资助先生你到赵国去, 建赵呢是指县赵, 这里的建呢是通县城的县, 岁约六国丛, 你到了赵国之后, 又到了其他的国家, 最后呢让山东的六个国家, 结成了合纵的条约, 现在呢情况不一样了, 齐国首先是撕毁了合纵的条约, 先讨伐赵国, 接下来呢又讨伐燕国, 以先生之故, 先生之故呢就是指当初, 我们是因为听现了你苏秦, 让六个国家合纵的这样一个约定, 因为这个原因, 所以我们燕国呢被天下人耻笑了, 先生我问你, 你能为我们燕国得亲帝乎, 这里的亲帝呢就是指, 齐国侵略燕国所获得的燕国的这些土地, 那么你能为燕国重新得到, 让齐国还回来, 他们侵略我们所得到的这些土地吗? 苏秦大灿了, 这个苏秦听了燕翼王的话之后呢, 感觉到非常的惭愧, 他说请为王取之, 那么我给您试一下吧, 请让我为您把这块土地呢给他拿回来, 苏秦呢于是就见到了齐王, 再拜, 再呢是两次, 拜了两次之后, 辅而庆, 养而吊, 辅呢就是指弯腰, 养呢就是指抬头, 啊, 那庆跟吊呢这里边就是表示庆贺或者是吊焰, 他先做出一个斧的动作, 先是弯腰, 弯腰干什么呢, 是庆, 庆什么呢, 庆你齐国, 得到了燕国的十个城市, 接下来呢他又做了一个相反的动作, 叫养而吊, 养起头来又开始吊焰齐国, 或者是又开始呢为齐国感到痛惜, 他为什么要痛惜呢, 是因为你得到了燕国的十个城市, 所以我苏秦呢就为你得到燕国的十个城市, 感到遗憾和忧虑, 那接下来呢他可能要解释这个原因啊, 齐王肯定得问呢, 适合庆吊相随之素也, 适合就是为何, 为何你苏秦啊一会儿风一会儿雨的, 啊, 先是庆, 接下来是吊, 啊, 两个这个不同的动作, 跟随的这么快呢, 马上就变脸了呢, 苏秦就说了, 陈文鸡人所以鸡, 而不食污秽者, 我听说, 饿的人, 鸡人呢就是没有粮食吃的那个饿的人, 他之所以饿, 是因为他不吃污秽, 这里边呢出现了一个名词叫污秽, 污秽呢是一种有毒的药材, 这种药材呢毒性非常大, 又叫这个污头, 又叫天雄等等, 反正吃了之后呢, 肯定是对人的身体不好的, 当然呢少量的使用呢, 是可以作为这个药材的, 所以我听说呢, 这个饿的人再饿, 他也不可能吃这个污秽这种东西, 为其欲冲服, 而与饿死同患也, 欲冲服呢, 就是暂时的填饱肚子, 是因为什么不吃这种东西呢, 吃了之后, 虽然你暂时的填饱了肚子, 但是呢, 结果是一样的, 跟饿死你是有同等的这种祸患, 金烟虽弱小, 现在燕国呢, 虽然看起来比较弱小, 即秦王之少旭也, 但是你齐国可千万不能小瞧燕国, 因为什么, 燕国后边站着一大个头, 这大个头呢, 就是秦国, 是因为燕国的国君, 是秦王的少旭, 是秦王的姑娘, 也就是秦王的女儿, 嫁给了燕国的国君, 这一点事实呢, 前边我们已经纠正过了, 现在秦国的国君呢, 是秦桧文王, 秦桧文王呢, 年纪并不大, 也就二十多岁, 他那个女儿呢, 也不可能超过十岁, 也就是在八九岁左右, 他不可能嫁给现在的燕翼王, 但是呢, 根据太史公的说法, 现在呢, 秦桧文王的女儿, 就是燕翼王的老婆, 这一点呢, 反而成了苏秦, 去劝说秦王的一个借口, 燕国虽然小, 但是他后边那个岳父, 老泰山, 那可是很厉害, 是秦桧文王, 大王立齐实诚, 立呢, 是获利, 大王您暂时的获利, 他的十个城市, 而常与强秦为仇, 这十个城市, 您拿到手了, 但是您看不到的是, 因为你得罪了燕国, 那么秦国就跟你齐国为仇人了, 常的是长期, 长期的跟虎狼之强秦, 作为了仇人, 你要想一想, 跟秦国人做仇人, 是个什么滋味, 今使若燕为燕行, 而强秦避其后, 今就是现在, 使呢, 是假使, 现在假使, 让一个很弱的燕国为燕行, 燕行呢, 就是指这个大燕, 在往前飞的时候, 排的那个队列, 我们有这个经验的人呢, 如果抬头看看那个大燕, 在飞行的时候, 那个队列就知道了, 它有的时候呢, 是排成一个一字形, 有的时候呢, 是排成一个人字形, 前边呢, 有一个领头的燕, 而后边这些燕呢, 就跟着它往前飞, 并不是乱飞的, 而是按照一定的这种, 次序来飞的, 所以这个呢, 叫燕行, 那这里边他说的意思呢, 就是秦国, 让这个很弱的燕国, 领头, 燕行就像大燕往前飞行那样, 来领头, 而这个秦国, 做他的后盾, 避其后, 避呢, 就是指掩护的意思, 掩护这个燕国, 让燕国往前冲, 而他自己呢, 做这个后盾, 以招天下之精兵, 招呢, 就是指招来, 招来天下的精兵, 大家呢, 合起火来, 共同的攻打你秦国, 到那个时候, 你秦国就麻烦了,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, 事实污秽之类也, 就好像你秦国是一个很饥饿的人, 没东西吃了, 那么你只能吃污秽这种毒草, 这种毒药, 跟吃污秽这种毒药, 是没什么区别的, 秦王巧然变色曰, 巧然是指他忧心愁苦的那个样子, 秦王一听苏秦这样忽悠呢, 他这脸色就变了, 他说听您这样一讲, 那我现在不麻烦了吗, 然则奈何, 那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, 苏秦一看秦王上套了, 他赶紧就解释, 说陈文古之善治适者, 我听说在古代善于处理事情的人, 治适就是处理事情, 他能够有一种能力叫转祸为福, 把祸事变成是好事, 因败为功, 把一个本来看起来是失败的事, 那么能够变成成功的事,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因事利倒, 把这个坏事变成好事, 大王, 您如果真的能听我的这种计谋的话, 即归焉之时程, 你赶紧把侵略燕国所拿到那十个城市, 你赶紧还给人家, 燕无故而得时程, 那你还了之后有什么好数呢, 本来这个十个城市也不是你齐国的, 你顺水做人情, 还给燕国之后, 燕无缘无故的就等于是白得了, 你送了十个城市, 他一定是非常高兴的, 而这个时候呢, 远在西方的秦王, 以己之故, 知道因为自己的原因, 而让你齐国把燕国的城市归还给了燕国, 也一定会非常高兴的, 此所谓弃愁愁, 而得时交者也, 这就是所说的, 放弃了愁愁, 愁愁就是愁人敌人, 而得到了十交, 十交呢, 是一种比喻的说法, 就好像是金石之交那样稳固的一种关系, 那么你就得到了这个秦国和你有金石之交了, 这样一种关系, 对你齐国来说, 绝对是一个好事, 服燕秦巨士齐, 燕国跟秦国两个国家, 一起的侍奉你齐国, 则大王号令天下, 莫敢不听, 还有谁敢不听您的号令呢, 是王以虚辞父秦, 以实诚取天下, 此霸王之业也, 是的, 就是这, 这就是大王您以虚辞, 虚辞就是指华而不实的那些言辞, 听起来好听, 但实际上没什么作用, 父秦就是指让秦国来归附你, 用十个城市取得了天下, 这十个城市的本来也不是你齐国的, 而是人家燕国的, 你呢, 等于是借花, 献佛, 用燕国的十个城市取得了天下诸侯国, 对你的支持, 这才是霸王之业, 王曰善, 齐王呢, 就说了一个字, 表示对苏秦的这种意见的肯定, 他说好, 于是呢, 乃归燕之时程, 通过苏秦之一番忽悠, 就把燕国的十个城市还给了这个燕国, 有些历史学家呢, 对这段历史事实, 其实是怀有疑问的, 有个历史学家叫唐兰, 他就解释说, 说当初啊, 这个齐全王讨伐燕国呢, 曾经占领了燕国的一些城市, 但是呢, 因为燕国的老百姓, 他们呢, 不服齐国的这种管制, 所以呢, 经常会不定时的起来反抗, 让齐国人呢, 也觉得非常挠头, 所以这些城市呢, 就变成了一个烫手的山鱼, 你说扔掉吧, 又觉得可惜, 留下来嘛, 又麻烦不断, 所以呢, 就很难办, 而这个时候呢, 苏秦正好到齐国, 就劝说齐王, 把燕国的这些城市呢, 还给燕国, 而这种说法呢, 究竟是不是事实, 现在呢, 我们也很难确定了, 好, 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, 人有毁苏秦者约, 那这个时候呢, 苏秦在燕国, 混的是风声随起, 那有人呢就嫉妒了, 所以人有就是有人, 毁苏秦就是指在燕王的面前, 说苏秦的坏话, 左右卖国反复之臣也, 将作乱, 左右呢, 是指苏秦左右摇摆, 卖国呢, 就是指出卖国家, 反复呢, 是指苏秦反复无常, 所以前边这三个词呢, 等于是定语来修饰后边那个臣, 也就是苏秦这种人, 他是一个左右摇摆, 没有一定的底线, 又出卖国家的利益, 又是一个反复无常的这样一个臣子, 那么这样的人, 在燕国时间长了, 将会作乱, 将会造反的, 苏秦恐得罪, 苏秦呢, 就害怕获罪啊, 从这个燕王那里获罪, 于是呢, 就归, 而燕王不赴官也, 于是就回到了燕国, 想在燕王面前呢, 重新树立一下自己的形象, 没想到呢, 苏秦回去之后, 这个燕翼王呢, 已经不再相信苏秦了, 没有恢复他原来的官职, 赴呢, 是恢复, 官呢, 是指官职, 而苏秦呢, 这个时候, 见到了燕翼王, 他就说了, 说臣东周之彼人也, 我原来是东周国的一个彼人, 彼人呢, 就是指农村人, 没什么见识, 这个彼呢, 是跟都跟这个城相对应的, 城里边的呢, 叫城, 城外的那些郊区, 或者是远离郊区的那些地方呢, 那些农村叫彼, 那么彼人呢, 就是指没有见识的乡下人, 没有分寸之工, 也就是一点功劳没有, 而亡亲拜之于庙, 而大王您封我官的时候呢, 是在庙里边进行的, 因为古代这个封拜大臣呢, 拜大臣为官, 为了表示呢, 这个态度上非常的正宗, 所以呢, 经常在宗庙里边行这个封拜之礼, 等于呢, 苏秦在燕国受到了这个官职, 那个仪式是在燕国的庙里边举行的, 所以这里边呢, 就是讲大王您当初封我, 做这个官职的时候, 是亲自在庙里边封我的, 而礼之于庭, 庭呢, 就是指朝廷, 在这个朝廷上边呢, 对我也是崇礼有加, 对我呢, 也是非常看重, 现在呢, 我臣呢, 就是指我苏秦, 为王, 却其之兵, 却呢, 是退却, 退却了齐国对燕国的进攻, 而得到了十个城市, 也就是把齐国当初侵略燕国所得到的那十个城市, 又还给了你燕国, 亦以亦亲, 亦呢, 是应当, 应当以亦亲, 亦呢, 是更加, 那么通过这件事, 您应该更加的对我亲近才可以, 今来而亡, 不官臣者, 现在呢, 我从齐国回来了, 做成了这样一个大事, 但是呢, 大王您却不给我官职, 官臣呢, 就是给我一个官职, 官呢, 本来是名词, 在这里边呢, 做动词用, 也就是没有给我官职做, 人必有以不信伤臣于亡者, 那这种情况下呢, 肯定有人一定会以不诚实, 不诚信这样的借口, 在您的面前重伤我, 臣之不信, 亡之福也, 那么我苏秦告诉你, 燕王, 我的这种不信, 恰恰是大王您的福气, 我听说, 忠信者, 所以自为也, 我听说, 忠信, 忠, 或者是信, 都只是为了个人的道德名声, 是为了他们自己, 自为呢, 是指为了他们自己, 进取的人, 所以为人也, 而那些进取的人, 才真正是为别人来考虑的, 是为了国家的事, 是不择手段的, 也就是说, 那些忠信之人, 反而不如这些进取者, 而我就属于这种进取者, 而且, 我当初呢, 在说服齐王的时候, 曾废妻之也, 曾呢, 是齐, 也就是难道, 说难道没有欺骗他吗, 言外之意呢, 就是说, 我在说服齐王的时候, 是以这个欺骗的手段, 来欺骗齐王, 让他们还给我们燕国, 那十个城市, 我用的手段, 其实就是欺骗, 虽然这个欺骗呢, 它不符合中信这样的美名, 但是呢, 你要记住, 我是为了燕国的利益, 去欺骗齐国的, 从齐国人的角度来讲, 我是一个大骗子, 但是呢, 从燕国人的角度来讲, 我就是进取者, 我对燕国就是中信的, 臣弃老母于东周, 而我放弃了老母, 没有去赡养, 而把他老人家呢, 留在了东周国, 故去自为, 而行进取也, 故呢, 是一定, 一定要放弃自为, 这里的自为呢, 就是前边说的那个中信者, 所以自为也, 我是放弃了这个自为的中信, 而行, 行呢, 就是施展, 而施展进取的手段, 接下来呢, 苏秦就开始用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, 你中信, 但是呢, 你没有进取, 其实对一个国家来说,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, 他举了这个曾参的例子, 曾参呢, 是孔子的关门弟子, 也就是这个斯孟派的传人, 所以呢, 这个人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, 因为他是以孝闻名, 孔子呢, 最后把自己的孙子子丝就交给了曾参, 让他呢, 来辅导自己的孙子, 因为孔子呢, 他这个中年上子啊, 他儿子呢, 是死在了他的前边, 孔子的儿子呢, 叫孔礼, 孔礼呢, 在死之前, 给孔子呢, 留下了一个孙子, 就是子丝, 后来呢, 这个孔子老的时候呢, 就决定把子丝交给曾参, 来辅导, 那他为什么要交给曾参呢, 就是因为, 在孔子的眼中, 德行是放在第一位的, 你的才能是放在第二位的, 你没有德行, 那么你的才能再好, 反而危害会更大, 而曾参呢, 在他的眼中,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德行的人, 所以呢, 他就决定, 让曾参呢, 来教自己的孙子, 曾参呢, 在中国的这个古代的历史上,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孝子, 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孝经, 就是曾参做的, 还有这个四书当中的大学, 也是曾参写的, 当然呢, 这个大学原来是礼记当中的一篇呢, 后来在这个南宋的时候呢, 被朱熹拎出来, 作为四书之一, 大学呢, 这篇文章虽然不长, 但是呢, 揭示的道理是非常深的, 所以大家呢, 有兴趣的话, 可以读一下, 这里边呢, 这个苏琴就讲了, 现在有一个孝子像曾参那样, 而连如薄仪, 这个薄仪呢, 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, 前面呢, 我们已经读到过他的列传了, 他的连结, 就像薄仪一样, 信如伟生, 伟生这个人的故事呢, 我们前面没有读到过, 但是呢, 在这个庄子写的那本书里边呢, 曾经记录过伟生的故事, 有人认为呢, 这个伟生啊, 也是孔子的学生, 他的名字叫微生高, 那么如果伟生真是微生高的话, 微生高这个人呢, 在论语里边啊, 曾经出现过, 这个论语里边呢, 有一则说, 熟谓微生高直, 或起息烟, 起如麒麟而与之, 孔子就说了, 你们都说微生高这个人很直, 我怎么就不知道呢, 有人到微生高家里边去借个醋, 这个醋呢, 在古代是叫锡啊, 起息呢, 就是借醋, 而实际上呢, 这个微生高家里边, 他也没有醋, 微生高说好, 那你给我等一下, 我出去给你找, 那么微生高呢, 出去之后, 又找了一些, 他又到别的家里边, 借了一些醋, 给这个邻居了, 那么通过这件事呢, 这个孔子就说了, 你们都说微生高这个人很直, 但是呢, 我认为他并不是这样, 如果他真是很直爽的人的话, 他就直接可以告诉邻居, 说这个我家是没有醋的, 你到别人家去借吧, 那这里边呢, 这个微生, 有人说是微生高, 但是呢, 也有人说不是, 总而言之呢, 他的故事呢, 也是非常神奇的, 在这个庄词里边呢, 曾经记载, 说这个微生呢, 在游学的时候, 曾经呢, 认识了一个女人, 他跟这个女人呢, 相约在桥下见面, 可能两个人呢, 想私奔, 而他们约会的这个地点呢, 是在一个桥下边, 把这个时间跟地点都定好了, 微生呢, 就提前来到这个桥下边, 等这个女孩子, 结果呢, 他是左等右等都不来, 这个女孩子呢, 一直也没有出现, 而这个时候呢, 这个天空啊, 咔咔咔打雷, 阴云密布, 开始下雨, 瓢泊大雨, 就哗哗哗, 就开始下了, 一下了之后呢, 这个桥下的水啊, 就开始慢慢的往上涨, 而此时呢, 这个微生, 他其实就是面临两个选择, 要么就是放弃这个约定, 自己先逃, 逃命要紧, 要不呢, 就是一直守下去, 一直守到地老天荒, 守到海枯石烂, 最后呢, 为了不让自己失信, 微生呢, 就决定选择后者, 他自己呢, 就在桥下, 一直等这个女孩子, 结果这个女孩子呢, 一直也没来, 那最终的结局呢, 就是伟生在桥下被淹死了, 所以这个故事呢, 就被庄子写在了, 他的内部著作里边, 一直流传到现在, 那么流传到后世的时候呢, 很多人呢, 都认为这个伟生是讲究信意的, 所以这里边呢, 太史公先生明显也读到了, 这个故事叫信如伟生, 做一个诚信的人, 就像伟生那样, 那么不管是笑也好, 怜也好, 还有信也好, 这些呢, 都是属于德这个范畴的事, 跟他们个人的能力呢, 是没什么关系的, 实际上苏琴呢, 举这样几个例子, 就是想说明, 这几个人, 博仪, 伟生, 还有曾餐, 他们德行非常不错, 但是能力不足, 你如果任用了像他们这样的人的话, 他们是不可能为你燕国的利益, 而像我苏琴那样去欺骗齐国, 那如果不像我苏琴这样去欺骗齐国, 你燕国那十个城市, 怎么可能要的回来呢, 这个才是苏琴说服燕王的一个主要的观点, 得此三人者, 以示大王, 如果你得到了这三个人来侍奉你的话, 那么这个事会变成什么样呢, 和若就是若和, 会怎么样呢, 王曰足矣, 燕王就说了, 如果我得到这三个人来辅佐我的话, 那就足够用了, 苏琴一听这话说, 好, 那我就给你讲一讲, 孝如曾餐, 孝子如曾餐那样, 那么义不离其亲, 一肃于外, 义呢, 就是根据道义, 他不会离开他的父母, 亲呢, 就是指父母, 一宿于外, 一肃呢, 就是一宿, 他不可能离开自己的父母, 一宿以上在外边, 他不可能离开自己的父母, 王有安能, 使之步行千里, 而是若燕之危王灾, 那么大王您, 又怎么可能让他走一千里地, 步行千里, 就是走一千里, 而侍奉若燕之危王灾, 这个危王呢, 是指困境当中的燕王, 那么侍奉你若燕, 就是你弱小的燕国, 而且呢, 处于困境当中的燕王呢, 好, 再说第二个, 连如伯夷, 如果像伯夷那样连结的话, 义不畏孤竹君之嗣, 义呢, 就是指根据道义, 他呢, 不会做孤竹君的四子, 也就是孤竹国的下一代的国君, 因为伯夷的故事呢, 我们前面在讲, 伯夷书籍列传的时候呢, 也已经提到过了, 不肯为武王臣, 不肯做周武王的臣子, 因为周武王呢, 在征服了整个天下之后, 伯夷书籍这哥俩呢, 最后是不食周素, 饿死在首阳山, 所以他们致死, 也不肯做周武王的臣子, 不受封侯, 不接受封侯, 而最后饿死于首阳山下, 这个故事呢,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, 有连如此, 有廉洁的人像这样的话, 大王您又怎么可能, 安能就是, 怎么能使他步行千里, 而行禁取于齐灾, 而做那些禁取之事, 向齐国来要取燕国的利益呢, 好, 第三个人, 信如伟生, 像伟生那样讲诚信的人, 与女子期于梁下, 和这个女子约定在梁下见面, 这个梁呢, 就是乔, 在乔下边约好了日期见面, 女子不来, 那个女孩子呢, 没来, 水治不去, 水呢, 到了, 但是他也不跑, 最后呢, 是抱住而死, 抱着桥梁, 死在了这个桥下, 被水呢, 给淹死了, 有信如此, 如果能像这样讲究这个信义的话, 王有安能使之步行千里, 却其之强兵灾, 大王您又怎么可能让他步行千里, 来退却齐国的强兵呢, 臣所谓以忠信得罪于上者也, 这就是我所说的, 因为忠和信来获罪于上, 也就是从上一级的领导者那里获罪的原因, 那说到这里之后呢, 这个燕王完全就被苏秦给忽悠蒙了, 燕王呢就问了一个问题, 说若不忠信而, 若呢就是指你, 你说了一大堆, 不就说你自己不是一个忠信之人, 不就这个意思吗, 是一个禁举之人, 为了我燕国的利益, 什么事都能干吗, 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, 若不忠信而, 你自己不忠信也就罢了, 岂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, 难道还有人因为忠信而获罪的事吗, 苏秦说, 不然, 苏秦说不是这样的, 陈文刻有远为利, 而其妻私于人者, 这个时候呢, 苏秦又举了一个例子, 他说我听说呀, 有这么一个故事, 我给您讲讲, 我听说刻, 这个刻呢就是指某一个人, 有远为利, 他在远离家乡的地方, 做一个小官, 但是呢, 他在家里边的那个老婆, 私于人者, 跟别的这个男人呢, 私通, 有了这种通奸的关系, 其夫将来, 那么他的老公呢, 将要回来了, 其私者幽知, 那这个女人的情夫啊, 就感觉到很忧虑, 然后呢, 这个小官的老婆, 也就是妻, 他就说了, 说您别担心, 您也不要忧, 无忧呢, 就是不要感到忧愁, 无以作药酒代之以, 我已经准备好了, 我做了一个毒酒, 药酒呢, 就是泡了一杯毒酒, 我等待我老公回来, 我给他喝下去之后, 他就玩完了, 到那个时候, 咱们就可以长相厮守了, 居三日, 就是过了三天, 他的老公呢, 果然到了家里边, 那到家之后呢, 他的老婆就派他的妾, 举药酒尽之, 举呢, 可以理解成是端, 就让这个妾呢, 端着这个毒酒, 尽献给他的老公, 问题呢, 是这个妾, 他知道这个酒是毒酒, 所以妾欲言, 酒之有药, 他想跟这个男的讲, 说这酒里边是有毒药的, 他如果这么说的话呢, 他又担心, 孔的是担心, 其主母也, 其呢, 就是指这个男人, 他就担心呢, 这个男人会把他的这个正妻, 会这个修掉, 主母呢, 就是他的正妻, 欲无言乎, 他又想呢, 不讲这个事, 就当做不知道就算了, 但是呢, 他又担心, 这杯药酒呢, 可能会把这个男人呢, 给杀掉, 主妇呢, 就是指这个老公, 于是乎, 杨将而弃酒, 这个妾呢, 非常聪明, 他就灵机一动, 想了一招, 杨就是指假装, 他就假装呢, 摔倒了, 将呢, 就是指摔倒, 摔倒了之后呢, 他端的那个药酒就撒了, 弃酒就把这酒给撒了, 那么主妇大怒, 这个老公呢, 就非常的生气, 说你真是个没用的人, 端一杯酒你都端不好, 走路也走不好, 居然还摔倒了, 把这酒都弄撒了, 大怒之后呢, 叫吃之五十, 这个吃呢, 就是指用这个木条板, 用棍子, 用板子来抽这个妾, 抽了五十下, 故妾一将而付酒, 因此这个妾摔倒了一下, 把这个酒呢, 给倒了, 付呢, 是倒掉的意思, 把酒呢, 给倒掉了, 尚存主妇, 对上来说, 让这个男的呢, 活下来了, 因为他没喝, 也没要死, 下存主母, 对下来说, 也让这个妻呢, 能够继续的留在这个家里边, 因为她的老公呢, 并不知道她老婆呢, 想要死她, 所以经过自己的这样一个, 灵机移动的摔倒, 保存了他们夫妻之间的, 完好无损, 然而不免于吃, 但结果是, 这个妾倒霉了, 她平白无故的, 就挨了五十板子, 乌在乎忠信之无罪也, 那么通过这件事, 您燕王给评价一下, 难道是真的忠信没有罪过吗, 服臣之过, 而我的罪过, 就是不幸而泪是乎, 就因为我不幸, 跟这种情况是一样的, 泪是呢, 就是像这种情况, 我跟那个妾是一样的, 我给你干了好事, 但是你却不理解我, 所以呢, 经过苏秦这样一忽悠, 这个燕王呢, 终于被他给忽悠过来了, 燕王就说了, 先生父就顾官, 先生您别讲了, 我干脆, 马上就给你恢复官职, 顾官呢, 就是原来的那个官职, 父呢是恢复, 以后遇之, 而且呢, 比以前更加的后代苏秦, 义王母, 文侯夫人也, 燕翼王的老妈, 是燕文侯的夫人, 与苏秦私通, 燕文侯的夫人, 跟苏秦两个人, 有私通的男女关系, 这个历史事实呢, 也是子虚乌有的, 没有这么一回事, 本身呢, 这个苏秦列传, 时间的顺序也好, 国王的这个顺序也好, 都是被弄的乱七八糟, 所以这篇文章呢, 几乎可以说是错误百出, 我们就不能根据历史的事实, 来这个读这篇文章了, 如果那样的话, 这篇文章读都没法读了, 根据太史公的意思呢, 是说燕翼王的老妈, 也就是燕文侯的夫人, 跟苏秦两个人, 有男女的私通关系, 苏秦呢, 这个时候其实还没到燕国来呢, 他不可能跟燕文侯的夫人, 有这种私通关系, 燕王之之, 也就是燕翼王知道了, 这么一回事之后, 而是之家后, 反而呢, 侍奉淑秦更加的宠信他了, 家后呢, 就是更加的宠信他了, 因为他跟自己的老妈呢, 有这种关系, 苏秦恐诸, 但是呢, 苏秦本人对这个事, 他是非常恐惧的, 担心有朝一日, 燕翼王喝点酒不高兴, 把自己给宰了, 乃遂燕王曰, 于是呢, 他就想脱身, 就说服燕翼王就说了, 说臣居燕不能使燕重, 我居住在燕国, 我留在燕国, 不能使燕国的地位得到提高, 这里的燕国的地位呢, 是指他在诸侯国当中的地位, 而在其则燕必重, 如果你把我放到齐国去, 那么燕国的权重就会增加, 燕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就会得到提高, 燕翼王就说了, 好, 为先生之所为, 那您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, 任您所为, 于是呢, 这个苏秦, 降为得罪于燕, 而王走其, 降呢, 是通, 扬就是把这个言字旁改成单人旁, 也就是假装的意思, 于是呢, 苏秦就假装在燕国获罪了, 而逃到了齐国, 说明齐国呢, 能够接纳苏秦, 肯定是苏秦跟齐国人讲了, 说我这个人呢, 跟燕文侯的夫人, 也就是燕翼王的母亲司通, 获罪于燕翼王, 我在燕国没法呆了, 我只能到齐国来为您效力, 那么齐国呢, 就把他给收留了, 齐宣王以为克卿, 齐宣王呢, 就让苏秦在齐国做克卿, 克卿这个官职呢, 也是非常有说法的, 从这个字面本身, 我们也能够理解到, 克肯定是做克的意思, 也就是他国的人到本国来做克, 那么享受这个卿的待遇, 但是呢, 又没有被正式的任命为某一个官职, 所以呢, 临时就叫做克卿, 地位是很高的, 但是呢, 并不承担具体的职务, 齐宣王族, 齐宣王这个时候呢, 就死了, 齐敏王即位, 齐敏王呢, 是齐宣王的儿子, 这个地方呢, 时间也是非常不对的, 因为齐宣王死呢, 是在燕昭王十一年的时候, 也就是公元前的三百零一年, 也就是这一年呢, 齐敏王才被立起来, 而这个燕昭王呢, 已经是燕翼王的孙子了, 所以这个时间呢, 基本是属于错乱的, 那么我们还是按照太史公, 原来的这个思路往下读,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, 齐宣王死了, 他的儿子呢, 齐敏王即位, 做了齐国的国王, 齐敏王后葬以名孝, 正好呢, 苏秦这个时候也来到了齐国, 他就说服齐敏王要后葬, 要给这个齐宣王, 买很多很多的这种随葬品, 来表明自己的孝道, 高宫史, 大愿友, 以名得意, 而且呢, 他还给齐敏王出主意, 说你要增高你的宫史, 把你的这个住的房子要加高, 加固弄得亮汤的, 大愿友, 大呢是扩大, 这里边呢, 高跟大本来都是形容词, 但是在这里边呢, 变成了动词, 属于雌性活用, 扩大你的愿友, 愿友呢, 就是养植物, 养动物的这种猎场, 或者是花园, 以名得意, 来表明你自己是至得意满的, 欲破壁齐而为烟, 那苏秦之所以怂恿齐敏王这么干, 他最主要的一个目的, 就是想让齐国变得破壁, 浪费齐国的财政, 让他变得没钱, 让他变得穷, 他养不起兵, 那么整个齐国的国势呢, 就会衰弱下去, 目的呢, 还是为了燕国, 所以呢, 苏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 是打入齐国内部的卧底, 而燕翊王死了之后呢, 燕王快做了燕国的国王, 燕王快呢, 就是燕翊王的儿子, 这个人在燕国的历史上, 乃至在整个战国的历史上, 都是非常有名的, 因为他做了一件别的这个王不能做的事, 就是把自己的王位让给了自己的大臣, 而自己跑到下边去做臣子, 等于君臣议位了, 那这种事呢, 在古代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词叫善让, 等于呢, 这个燕王快把自己的王位, 善让给自己的大臣, 他这个时候呢, 还没有善让呢, 他还是作为燕国的国王, 其后, 齐大夫多与苏秦争宠者, 那么这件事以后呢, 齐国的大夫很多都跟苏秦来争宠, 争谁的宠呢, 就是争他们在齐敏王面前的这种宠信的地位, 而使人赐苏秦, 这些人呢, 争不过, 于是呢, 就用阴招, 他们派杀手, 派刺客来刺杀苏秦, 不死, 疏而走, 结果呢, 没有杀死, 疏而走, 这几个字呢, 非常难理解, 有一种说法呢, 认为这个苏秦呢, 被扎了一刀, 他将死的时候, 这个刺客呢, 就逃跑了, 可能这个刺客呢, 认为苏秦呢, 可能你也活不了了, 我干脆呢, 也别在这等了, 所以呢, 就趁着他还没咽气的时候, 这个刺客就先跑了, 持这种观点的人呢, 是明代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, 叫顾炎武, 他呢, 认为这个疏而走, 疏呢, 就是指断肢体, 但是没有死的那个状态, 叫疏, 等于是说呢, 这个苏秦, 他的肢体呢, 是被砍伤了, 但是他并没有咽气, 这个时候呢, 刺客呢, 就慌忙的逃跑了, 这是一种说法, 还有一种说法呢, 说这个逃跑的不是刺客, 而是苏秦, 苏秦呢, 被刺客给刺伤了, 但是呢, 并不致死, 所以呢, 他就逃跑了, 齐王使人求贼不得, 那经过这场刺杀事件发生之后, 齐敏王就派人来找这个杀手, 但是最终呢, 也没有得到, 这个事是谁干的, 苏秦且死, 且呢, 是将要, 苏秦最后呢, 将要死的时候, 他就对齐王说, 对齐敏王讲了, 臣疾死, 这里的疾呢, 可以理解成是如果, 说我如果死了, 你车裂我的尸体, 来殉于是, 殉呢, 就是指游行, 巡行, 给大家看, 带着这个尸体呢, 来示众, 叫殉, 把我的尸体呢, 进行这个车裂, 给大家看, 而且呢, 这个名义就是, 苏秦为烟, 作乱于齐, 你就说, 苏秦为什么被车裂呢, 是因为苏秦, 是燕国的一个奸细, 他跑到我们齐国来做卧底, 目的呢, 就是, 把我们齐国搞乱, 所以我们才把他车裂的, 苏秦呢, 就跟齐米王讲, 你以这个借口, 把我给车裂掉, 那么则臣之贼, 必得以杀死我的, 当初想刺杀我的那个杀手, 那个贼, 一定会被抓到的, 为什么会被抓到呢, 因为你这样一说, 那肯定就会有人呢, 出来请功领赏, 那领赏的这个人, 多半可能就是当初想杀我的杀手, 于是如其言, 按照苏秦的交代, 齐米王呢, 就这么干了, 而杀苏秦者果自出, 这个人呢, 果然自己就冒了出来, 齐王, 也就是齐米王, 因而诛之, 把他给抓了, 然后杀掉了, 燕文之曰, 燕国人听到这个事, 他就说, 慎乙齐之位苏生报仇也, 这个慎乙呢, 可以当成是语气词, 说太过分了, 齐国为苏秦报仇了, 那从这件事上, 能看出来苏秦这个人心机是非常深的, 自己死了之后都能破案, 都能把当初想刺杀自己的那个凶手给他抓到, 并且把他处以疾刑, 苏秦即死, 齐氏大谢, 苏秦死了之后, 苏秦为燕国在齐国做卧底, 做反见的这么个事儿呢, 就得到了暴露, 齐后文之, 这个后呢, 就是国君, 齐国的国君听说了这个事儿之后, 乃恨怒焉, 恨跟怒呢, 是同一词连用, 都是怒的意思, 于是呢, 就特别的愤怒燕国, 焉甚恐, 那么齐国一生气, 后果很严重, 燕国呢, 就非常害怕, 因为啊, 这个燕国的国事跟齐国比起来, 还是非常弱的, 所以齐国人要是生气的话, 很有可能会讨伐燕国, 苏秦之地约代, 而苏秦呢, 有一个弟弟叫苏代, 苏代呢, 有一个弟弟叫苏利, 当然呢, 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了, 苏秦呢, 根据太史公的说法, 说他有哥仨, 苏秦是老大, 老二是苏代, 老三是苏利, 可是根据三国时期, 乔州的这种观点来分析呢, 他认为苏秦其实是有哥五个的, 苏秦是最小的一个, 那这里边呢, 我们就按照太史公的这种说法来解释, 苏秦的弟弟呢, 叫苏代, 苏代的弟弟叫苏利, 看到自己的哥哥随, 随呢, 就是成功, 所谓的成功呢, 就是通过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, 能够游睡诸侯, 让自己明显于天下, 那么这就叫随, 就叫成功, 认为呢, 苏秦的这个一生的志愿, 通过游睡这样的事情, 能够来得以实现, 那么哥哥呢, 就给弟弟做了榜样, 这哥俩, 苏代跟苏利, 也想像他哥那样, 一揭学, 也学这种游睡之术, 学好了, 也想像自己的哥哥一样, 来游睡诸侯, 得显明于天下, 即苏秦死, 后来等到苏秦死了之后, 苏代乃求见燕王, 苏代呢, 于是就跑到燕国, 来求见燕王快, 遇习故事, 这个习呢, 就是继承, 想继承他哥哥的这种老做法, 也就是他哥哥当初是怎么干的, 他也想怎么干, 而且他说了, 臣东周之鄙人也, 说我是东周的鄙人, 这个说话的口气呢, 都跟当初苏秦说话的口气是一样的, 说我是东周国的一个粗鄙的乡下人, 窃文大王, 义甚高, 私自听说, 大王您, 道义特别的高, 鄙人不敏, 而我这个人呢, 又不是特别的聪明, 没有什么才能, 是除诺而干大王, 除跟诺这两个呢, 都是一种除草的工具, 在古代呢, 都是用来除草的, 是呢, 是放下, 放下了这个稻田里边除草的两个工具, 一个是除, 一个是诺, 而求见大王, 干呢, 是求见, 至于邯郸, 所见者, 趋于所闻于东周, 臣切腹其至, 这句话呢, 有点难理解, 应该在置于邯郸前边呢, 填上一句话, 填上什么话呢, 就是关于燕国的情况, 等我到了邯郸之后, 我所见到的这个情况, 也就是所见到的, 所听说过的, 关于燕国的情况, 是趋于, 趋呢, 是低于, 或者是屈服于, 低于我在东周国的时候, 所听到的, 那说明什么意思呢, 说我在东周国的时候呢, 觉得燕国还不错, 因为我听很多人说了, 燕国是挺好的, 可是呢, 我从东周国, 来到燕国的时候, 经过邯郸, 也就是赵国的首都, 这个邯郸呢, 就是现在河北的邯郸市, 来到了这个赵国的首都之后呢, 因为距离燕国比较近了, 而我在邯郸所听到的情况呢, 和我在洛阳, 和在东周, 所听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, 而且, 我在邯郸所听到的情况, 关于燕国的情况, 是不如我在东周, 所听到的关于燕国的情况, 臣切负其志, 这里的负字呢, 有两个解释, 一种解释呢, 是亏欠, 亏缺, 我内心呢, 就感到非常的失望, 负其志呢, 就是亏缺了我自己的志向, 这是一种解释, 另外一种解释呢, 这个负可以理解成是怀抱希望, 那么我听说了这样一种情况之后呢, 我反而非常高兴, 我觉得我是有希望, 能够为你燕国出力, 能把你燕国治理好的, 所以呢, 根据这个逻辑关系来看呢, 后边这个解释比较符合苏代的这种心理诉求, 极致燕庭, 等我到了燕国的朝廷, 官王之群臣下历, 观看了大王您手下的这些大臣, 还有这些官吏, 王天下之明王也, 我才知道大王您真是天下的明王圣主啊, 燕王曰, 子所谓明王者何如也, 燕王说了, 既然你认为我是个明王, 那么明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, 才叫明王呢, 那苏代呢就回答了, 说陈文明王物文其过, 物呢是致力于, 我听说真正的明王是致力于听到自己的过错, 不想听到自己的优点或者是好处, 也就是说真正的明王, 他是想听那种不好听的建议, 而不想听那些好听的流须拍马的话, 臣请燕王之过, 那既然你是明王, 我就请求来给你列举一下你的过错, 这里的燕呢可以理解成是禀告或者是列举, 列举一下你的过错, 什么过错呢, 福齐赵者燕之仇仇也, 齐国跟赵国是燕国的仇敌, 齐国是燕国的仇敌呢, 这个是比较好理解, 但是赵国呢在这里边没有体现出来是燕国的仇敌, 所以可以把赵呢勾掉啊, 也就是说齐国是燕国的仇敌, 而楚国跟魏国是燕之援国也, 是燕的后援的国家, 跟燕国关系很好, 但是他这一条是从哪里得来的, 我们现在也找不到根据, 金王奉仇仇以罚援国, 现在大王您正好相反, 奉的是遵从, 你遵从仇敌之国来讨伐支援你的国家, 也就是你听齐国人的话, 反而对楚国魏国不好, 非所以利燕也, 这些做法并不是对燕国有利, 王自律之, 您自己考虑一下, 此则既过, 这四个字呢把顺序调整一下, 调整成此既则过, 也就是这样的谋划是有过错的, 无以文者非忠臣也, 无以文就是你的手下的大臣, 没有让你听到这样的过错, 没有人给你指出来, 你这样做是错的, 那他们这些人都不是忠臣, 无以文就是明知道这种计策不好, 但是呢他们也不敢告诉你, 他们都不是忠臣良子, 王曰, 那么燕王就说了, 福齐者, 故寡人之仇, 齐国本来就是我们燕国的仇敌, 所欲罚也, 也是我们燕国所想讨伐的对象, 直换国弊力不足也, 但是呢我们担心, 这里的值是通纸, 纸要的纸, 我们呢只是担心自己的国家, 国力不行, 国弊呢就是国家比较穷, 力不足就是国力, 也不足以发动对齐国的战争, 只能以燕伐齐, 你苏代如果能够率领燕国来讨伐齐国, 则寡人举国为子, 那么我燕王把整个国家都交给您来治理, 为子, 为呢是委托, 就委托给你来管理, 那么苏代呢就回答了, 说凡天下占国期, 这个时候呢天下大的诸侯国, 能征战的国家一共有七个, 而这七个国家当中呢, 这个燕国是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, 独占则不能, 你说单独吧, 让燕国跟某一个国家去交战, 那么基本你是不能赢的, 但是有所负则无不重, 你单独交战不行, 可是你如果要是归附到哪个国家的话, 那么那个国家的地位就会提高, 无不重就是没有不提高的, 你如果向南归附楚国, 楚国他的权重就会增加, 向西归附秦国, 秦国的权重就会增加, 在中原也就是归附韩国卫国, 那么韩国卫国的权重呢也会增加, 且狗所负之国重, 而且如果你所归附的那个国家的权重要是提高的话, 此必使王众矣, 那么也一定会让您燕王在国际上的地位呢得到提高, 大家都会高看你一眼, 金夫齐长主而自用也, 金是现在, 现在这个齐国跟过去可不一样了, 他是长主, 长主就是指有权威的这些君主, 自用就是指刚毕自用, 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, 南宫楚五年, 对南发动战争, 攻打楚国, 一共前后有五年的时间, 这五年的时间齐国攻打五国都是有历史记载的, 第一次攻打是指齐国、韩国、魏国, 因为楚国撕毁了合纵的这样一个条约, 所以讨伐楚国, 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的303年, 那么两年之后, 也就是公元前的301年, 秦国又跟齐国、韩国、魏国四个国家共同讨伐楚国, 这一仗把楚将唐媚给杀掉了, 又过了两年, 也就是公元前的299年, 齐国的孟长军到秦国去做国相, 带领这个秦国人, 包括齐国人, 又开始对楚国发动了一场战争, 那么这三场战争的前后所用的时间是五年, 所以这里边他就讲齐国攻打楚国, 前后五年共发动了三次战争, 因为这三次都是由齐国参与的, 序聚皆, 序聚就是指齐国自身的序籍所积累的财富, 通过这几仗基本已经打光了, 已经消耗殆尽了, 这里的序就是通集序的那个序, 他所拥有的那些财力都被打没了, 西困秦三年, 而且不仅是对楚国一共打了三次, 对西边的秦国他也没消停, 西困秦国三年, 困是使秦国得到了困窘, 这件事是由齐国的孟长军田文发起来的, 因为田文在秦国做了一段时间的秦相, 后来偷着从秦国跑了, 那么孟长军对秦国没什么好印象, 怨恨秦国, 因此他回到齐国之后呢, 就联合韩国跟魏国, 再加上齐国, 三国大军浩浩荡荡的, 向西呢就攻入了韩谷关, 一共呢让秦国难受了三年, 但是呢齐国本身呢也不好过, 齐国的士族疲蔽, 齐国自己的士族, 也因为常年在外战争, 常年在外征战, 吃也吃不好, 喝也喝不好, 也变得非常的疲劳, 除了跟南边的楚国, 还有西边的秦国作战以外, 齐国在北边呢也开始用兵, 北与燕人战, 跟燕国人呢也打了一仗, 赴三军得二将, 这场战争呢发生在公元前的296年, 是燕国跟齐国之间发生的一次, 规模比较大的战争, 这个战争的地点呢在权, 权力的权, 也就是今天河北省镇定的北边, 这个地方曾经打过一仗, 而在战争的过程当中呢, 这个齐国人干掉了燕国的三军, 等于是把燕国的十万之众, 差不多都给打没了, 而且呢抓到了燕国的两个将军, 虽然呢齐国在对燕的作战过程当中, 大获全胜了, 但实际上呢自己的国力也是得到了这个削减, 然而以其渔兵, 那么用剩下的渔兵南面举五千圣之大宋, 这个五千圣呢是做定于修士南边的这个宋国的, 当时呢一般认为一个大国拥有一万圣的兵车, 那是属于大国了, 而宋国呢这个时候他的国土面积并不大, 所以呢相当于是大国的一半, 是五千圣, 那当时在战国时期, 宋国也不算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了, 而齐国呢在对北边的燕国作战以后, 虽然赢得了战争, 用剩下的渔兵, 又在南面对宋国进行了包围, 南面举五千圣之大宋, 这个举呢表示已经攻下来了, 把宋国给攻下来了, 说明齐国确实是一个善战之国, 而包十二诸侯, 除了这些以外, 这还不算, 齐国又包围了十二个诸侯国, 这十二个诸侯国呢都是小国家, 分别是指在山东的四水流域的十二个小诸侯国, 有的历史学家呢对这十二个诸侯国做过考证, 分别是指宋国, 魏国, 鲁国, 邹国, 藤国, 薛国, 尼国, 尼国呢就是小诸国, 举国, 碧国, 这个碧字的写法呢就是费尽的费, 还有谭国, 仁国跟批国, 一共是十二个国家, 这十二个国家呢都非常小, 也都被齐国呢纷纷的给拿下了, 包呢就是只把它们给包围, 而且拿下来叫包, 此其军遇得其民历劫, 物足取乎, 也就是齐国常年的对外发动战争, 又打楚国, 又打秦国, 又打宋国, 又打四水流域的十二个小国家, 他的国军呢是很爽的, 其军遇得, 他的国军呢想得到这些土地, 但是他的老百姓历劫, 老百姓的民力, 几乎已经被用光了, 巫族取乎, 像这样的做法, 怎么可取呢? 且沉闻之, 而且我听说, 树战则民劳, 树战就是指多次的对外发动战争, 那么老百姓就会变得疲劳, 久失则兵必矣, 久失呢也就是指常年的对外用兵, 那么你的国力, 你的兵力也会变得弊, 弊呢就是疲弊的意思, 也就会变得衰弱, 燕王就说了, 我听说齐国有清济, 着和可以为故, 这里的清济就是指济水, 因为济水呢是从这个河南省那个地方流过来的, 他的流向呢是穿过整个山东省往东北流, 最后呢是进入了渤海, 他的这个整体的流向呢跟黄河下游段的那个流向大体上是一样的, 也就是黄河下游的那个流向基本呢也是从西南流向东北, 而着和呢其实就是黄河, 因为黄河呢它的河水泥沙泛滥, 看起来是焦黄一片, 所以古代的人呢又把黄河叫着和, 那他的流向呢刚才讲过了也是往东北流, 最后呢进入大海, 那这一带就是济河还有黄河这一带, 基本是齐国西部跟北部的边境线了, 再往北应该是属于燕国的地界了, 所以燕王说齐国有清济, 有浊河可以作为自己的固守, 长城聚防足以为色, 长城呢是指齐长城的这一段, 这一段呢西起山东的平阴东北, 往东走经过泰山的北面, 再往东走经过宜园的北面, 再往东南走, 到今天山东省江南县西南的那个狼爷, 那这一段呢就是今天所说的齐长城, 是在齐国的南部边境的这一段, 这里边呢有一个词叫举房, 乍一看呢这个举房好像是一个地名, 实际上呢并不是, 这个房呢是齐长城, 他的别名叫房, 那为什么他不叫长城叫房呢, 是因为当初呢这个济水, 为了不让他泛滥, 当时的齐国人呢就在济水的岸边, 住了大堤, 来防止济水在泛滥的时候呢, 淹掉这个附近的老百姓, 而这个大堤呢也像是长城一样, 因此呢他的名字叫房, 那前面这个聚呢有两个解释, 第一个解释呢是通拒绝的聚, 聚房呢就是指这道长城的房线, 是用来拒绝敌人的, 这是一个解释, 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呢, 这个聚字是通另外一个刚聚木聚的聚, 也就是一个金字旁加一个居住的聚, 这个字呢用来修饰这个大堤, 这个大堤呢从远处看, 可能像这个聚一样, 有高有低, 所以叫聚房, 足以为色, 色呢就是指他的这个边色, 也就是南边有长城, 这样的边色来作为阻挡, 城有知乎, 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吗, 燕王的意思呢就是说齐国的国境线上, 房顾还是非常牢的, 即便他的国力衰退了, 但是齐国也不是一个非常容易对付的, 国家, 对约就是指苏代讲了, 天时不予, 虽有清济浊河, 巫族以为故, 天时地利人和, 这是古代认为打仗能够赢下来的三个必要的因素, 当然呢这个天时不如地利, 地利呢不如人和, 三个元素当中呢应该人和是最重要的, 但是这里边呢苏代说天时不予, 上天给的时机不支持齐国, 即便他有清济, 就是有济河, 有黄河, 巫族以为故, 巫呢是怎么, 怎么值得, 足以作为他牢固的防守呢, 民力疲弊虽有长城举防, 巫族以为色, 民力呢已经非常的疲弊了, 即便他有长城有举防这样的固守, 怎么可能以为是边色呢, 且一日寄西不湿, 所以被照也, 一日是以前, 也就是齐国人以前在寄水西边的这个齐国的地区, 不失就是没有争掉那里的壮丁到别的地方去当兵, 为什么呢, 是因为防备西北边的赵国, 河北不失那同样的道理, 黄河以西以北属于齐国的那一片地区, 之所以没有争掉那里的壮丁到别的地方去当兵, 就是因为他们想让他们在本地来防守, 北边的燕国, 而现在就不一样了, 济水西岸, 黄河的北岸跟西岸, 近以亿矣, 这个地方的壮丁都已经被争掉了, 到别的地方去打仗, 封内避矣, 封内呢就是指齐国的四境之内, 就是指齐国的国界之内, 表明已经非常疲弊了,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, 这两个地方啊, 济水的西边, 还有黄河的西边北边, 这个地方的壮丁呢, 一般来说是不会抽调到别的地方去打仗的, 因为他们要防备赵国, 要防备燕国, 但是呢, 因为常年的齐国对外用兵, 兵员呢已经明显不够用了, 所以不得已只能从济水的西岸, 还有黄河的北岸, 这些地方呢来抽调, 本不该抽调的, 本应该用来防守赵国跟燕国的这些壮丁, 到别的地方去打仗, 说明齐国整个国境的兵源就成了问题了, 封内避矣, 整个国境线以内都已经变得疲蔽不堪了, 这些东西都已经变得疲蔽不堪了,